晚间 范贤回到了自己的院落之中 与婉儿略谈了一下 白天与二皇子的会面 便又迎来了 意料之中的另外一位客人 来客是新奇物 太子东宫近人 入座看查 看着手中的纸条子上的那些名字 范贤微微一笑 知道太子要做什么 却不知道对方 为什么会来找自己 范贤拿着手里的纸条子 苦笑摇头 为什么给我看这个 少亲大人 会试的事情 下官是根本查不了手的 数月之前 在与北齐的谈判过程中 这二位一位是正史 一位是副史 配合得倒是极为默契 而且性格上 也没有太抵触的地方 加上前些天 两人又醉了一次 如今自然熟络了一些 新奇物端起 茶杯喝了一口 轻声解释道 你应该清楚 这些人名是什么 范贤当然清楚 后天就是会市开考之日 在这个节骨眼上 各府里都像小媳妇 与马夫一般 不停地按通着款区 后门的门槛都快被踩烂了 据说礼部大佬郭优之 都不胜其烦 又不敢得罪太多的 王公贵族 所以干脆请了旨 躲进了宫里 另外四名同考和题调 也是已经将礼部太学 当做了自己的府地 根本不敢回府 但是依东宫的能量 如果太子想在此次科举之中 提拔一些自己想要培养的 年轻人才 应该是有办法的 单说那位会市总裁官郭优之 人人都知道 那是一位坚定的东宫支持者 随便递句话过去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怎么会找到自己这儿来了呢 似乎观察到了范贤的疑惑 心起雾微笑着摇摇头 小范大人才气纵横 世人皆叹 但看来对于京中的诸多规矩 却是不大了然 本朝一应科举规矩 都是依着前朝惯例来的 改动并不太大 为防止舞弊 应试学生们的卷子 都要重新抄写 防止笔记被人认出来 最关键的却是 胡明这个步骤 纸上这六个人名 都是我亲自见过的人 有才之人 范贤向来以为自己是一个很冷静的人 但是当心起雾走后 他安静地坐在书房中 看着手中那张纸条的时候 依然有些隐隐地愤怒 后天就是会事的正日子 而他直到今天才知道 原来除了总裁 门师 提调之外 会事诸冠之中 自己还担任着一个很麻烦 很重要的角色 先前的谈话之中 心起雾告诉他 朝廷已经下旨 令太学无品奉政范贤 担任此次会事的居中郎 居中郎这个有些古怪的职位 其实就是全权负责 此次会事的秩序的官员 手中握有相当的实权 更关键的是 当夜里封卷之后 在改卷之前的漫漫长夜里 在礼部官员和太学教者 重新抄卷之前 胡明的事宜 是由居中原一手负责的 但凡想在这次会事里面 玩些小手段的人们 首先要处理的 便是胡明的环节 就算那些学子身后的背景 已经买通了礼部官员 甚至是做师考官 但如果胡明时不先做手脚 批阅试卷的考官 也无从下手 本来这么些年的科举过去 这些舞弊营私的买卖 庆国官员们 早就已经做成了熟练工种 各方势力的分配 也有了一些可供参考的定士 但是由于此次 是名声大胜的范贤 很莫名其妙地 坐到了居中郎的位置上 所以朝中各方 不免有些拿不准 谁也不知道 这位小范师仙 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 所以太子才会毫不避嫌地 让新奇物事先来范府 他认为范贤应该不会 违背自己的意思 而且这些日子里 太子也认为 东宫给了范贤足够的恩赏 也该是范贤表明 自己态度的时候了 范贤又看了一眼 纸条上的六个人名 笑了笑 将纸条毁成了粉末 然后缓缓走到了 自己的卧室 心里对于那位二皇子 凭空多出了一丝感激 如果二皇子也来这么一手 自己夹在中间 真的是很难处理 但是范贤依然有些 低估了事情的复杂性 林婉儿坐在桌旁 微笑着望着他 然后轻轻地扣了扣桌子 他的手指边上 几张洁白的纸 看上去干净地令人发寒 范贤叹息一声 一排额头 不要告诉我 这上面写的是人名 林婉儿嬉嬉一笑 从凳子上站了起来 走到范贤的身边 挽着他的胳膊赞扬荡 相公果然是个聪明人 本来以为去北七之前 我们可以在京都里 都好好吸氧生息 谁知道 是谁让我当这个居中狼的 我父亲 你父亲 虽然这个执思 急不上提掉 但未在要害 按往年里的惯例 这一波的学生会事之后 入朝为官 将来见着你的面 也要喊一声老师的 咱们那两个不怎么亲的爹 是不是有点太热心了 我才十七 难道以后在朝上 让一波中年 汉林玉府学士 见着我行礼啊 如今你在京里名声太盛 这次甚至有人 推举你出任作诗 如果不是年纪太小 被宫里驳了回来 你可能成为数百年间 这世上最年轻的会诗作诗 不是什么好事 现在很后悔 店上发酒疯那段 不过世上从来 就没有什么后悔药可以吃 他将妻子递过来的纸条 细细地看了看 发现上面的人名 有些还比较熟悉 都是京中出名的学子 有的是他曾经接触过的人 确实有些才学 看到这里 范贤的心里才稍微安定了一些 既然我是居中狼 他们还这么明目张胆地来福利 这纸条子就是他们舞弊的罪证 送到我手上 他们的胆子未免也太大了些 都是老规矩了 林婉儿久居宫中自然知道这些事情 他解释道 往年的居中狼虽属要充 但是执意太低 所以各方都不怎么看重 反正如果宫中哪位想栽培自己几个心腹 那位居中狼只好装看不见 哪里敢多话 只是今年轮到相公担任这个执司 那些人忌惮你的手段背景 却不了解你的性情 所以才会像对待总裁官一样 提前来给你打声招呼 表示礼貌 也表示尊敬 当然 那些自认巴结不上你的官员 还是会依照老力去走作师的门路 不敢来骚扰你 如此看来 我只要以往年规矩做就好了 范贤微微皱眉 他是真的没有想到 庆国的官场已经败坏到如此地步 一想到那些在书属里辛苦度日的学生 心里不免还是有些不舒服 第二百集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林婉儿不是寻常人 他轻声说道 即使这些人的面子一个不埋 谁还敢把相公你怎么着 范贤苦笑 心说他是郡主 当然谁都不怕了 虽然范贤身后的背景也是不小 但是婉儿那太子哥哥 确实要借此事看范贤表态 范贤转而问道 这些人民是谁送来的 纸条其实只有三张 没有他想象的多 林婉儿有些不好意思地羞羞一笑 其实 都是我惹出来的事 怎么讲 今天入了烫宫 去宁才人宫里坐了坐 你知道 我小时候向来在他身边玩大的 这是一春 至于其他的两张纸条 一张是父亲派袁先生送来的 另一张却是书密院的老秦大人送来的 范贤摇摇头 宁才人代表的自然是那位依然远在西方戍边的大皇子 宰相大人既然将自己送到居中郎的位置上 断然没有不利用自家女婿的道理 倒是那位书密院的老秦大人 虽然从来没有见过面 但知道是三朝元老 军方的超级实权人物 不老老实实地栽培几个将领 怎么也来文臣科举里面插一脚呢 算了 都是小事 既然举国皆是乌鸦 我自然也不会去冒充丹顶鹤 范贤淡淡地说着 将这些纸条全数毁了 轻轻揽着妻子的双肩 往前幅走去 二月初九大笔之日 沁国的读书人要将十年寒窗所学 尽数卖于帝王家 至于帝王家买是不买 就看这几场考试了 那些穿着长衫的读书人 就像游动的鱼儿一般 或恍然或兴奋地往大市的地点 礼部二雅考院里走去 看上去就像是奋不顾身地 再往一个狭小的鱼楼里钻 范贤头天晚上 已与总裁官郭尚书 两位作师 两位提调见过面了 朱晨有些紧张地 安排妥当移应程序 第二日便分别行驶直私 一把太师椅搁在大门之侧 身旁是衙门差役 还有监察院案例派来的官员 范贤安安稳稳地 坐在众人中间的太师椅上 冷眼看着这些学生 在自己的面前走过 学生行过他的面前 不论老幼都是恭敬行礼 认识范贤的人 敬的是他的声名 不认识范贤的人 敬的是他的位置 在门口 范贤身边的虎狼之力 早已拉开了布曼 开始挨刺搜身 严防学生夹带违禁之物入内 范贤戳了一口茶 看着这些扛着被褥马桶吃食 像极了村里长工般的苦命学生们 不由摇了摇头 忽然看见一个被检查完以后的学生 正准备入院 一翻白眼喊道 等等 院外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无数道目光 有些畏切地投向了小范大人 不知道那位学生有什么问题 范贤看了那个扛着一团烂被褥的学生两眼 查过了吗 礼部立员与监察院官员均表示 已经查过并无异样 那位学生抬头挺胸 看着这位年轻的范大人 面色平静并无一丝慌乱 范贤微微皱眉再问道 脱衣服查的 是 大人 他身边的官员 看见院门口堵的人越来越多 不免有些着急 再过半个时辰 宫中的御令就要来了 如果以这个速度 生员们极难完全放进去 正此时 范贤忽然从太师椅上站了起来 走到那位一脸平静的学生旁边 打凉了他两眼 忽然笑了起来 覆到他的耳边说道 你的衣服有问题 说话的声音极小 所以只有那位学生听到 那位学生在二月初的陡寒天气里 竟然额上冒了些汗出来 这位学生姓杨 名万里 全然不知道 这位以师才名造天下的小范大人 是如何发现自己的秘密的 在范贤静静的目光下 不免有些要崩溃的倾向 你进去吧 如果此事说穿了 你十年功夫白费 但是记住 这两只考验之中 你不要让我发现 你用了你的衣服 杨万里惊喜交加 后怕难止 哭丧着脸说道 谢大人成全 生怕这位两只眼睛 像老鹰一样的年轻居中狼 再次反悔 他把破烂的被褥一扛 眼面就冲进了考院之中 心里拿定主意 这两日里 断断然不能将身上的衣服拆开 去看里面的夹层 紧接着 范贤又警告了几个妄图 夹带小超入考院的考生 渐渐的 围在他身边的立员们 也明白了怎么回事 虽然很惊讶于 小范大人的眼力与判断 但是也有些隐隐着急 时间上怕是有些来不及了呀 范贤却似乎 头一次做官做出了感觉 微笑着 一一审查着入院的学子们 很仔细的一个也不放过 扒掉了许多双鞋 许多顶帽子 许多只厚藏纸团的毛笔 在考院的门口堆成一座小山 到此时 那些排着队的学生们才知道 今年这位居中狼 竟然是一位杀气十足的厉害人物 全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 师仙贤漫 不会怎么理会 自己诛人的舞弊之事 于是赶紧退了出去 将身上夹带的东西 全都扔到考院背后的阴沟里 今日监察院领头的 是范贤的熟人 那位目前暂带一处部分直私的 木铁木大人 他听着手下的汇报 赶紧到了这边 见着范大人 二话不说 就是一个大礼拜了下去 旁边的礼部立员 与监察院中人 看见木铁对范贤如此恭敬 不免吓了一跳 心想监察院的人 居然会对一位文臣如此客气 此时才想到范贤身后的背景 一位宰相 一位尚书 一位郡主 于是不敢再多嘴 只是静静聆听范贤的回话 范贤摸出舶来的怀表看了看 发现时间确实不早了 这才摇摇头 停止了这次有趣的游戏 站起身来 朗生队考院门口的 数百名学生说道 本官范贤 想来诸位也是听过 先前大家见着了 以免耽搁会事正时 今日便不脱一搜身 众生员大喜 范贤微笑看了四周一道 又说道 你们自己把身上夹带的东西 扔进这竹框里 一概不究 如果这两日考试之中 被本官发现了 当心我让人把你扒光了 扔在皇城前面 让天下人都知道你们的斯文 是何等模样 众生员大聚 这才知道师仙小贩大人的微笑里 原来蕴藏着沁骨的杀气 于是众人各自老是鱼贯而入 至于还有没有那一等想要冒险的学生 那是日后之事 这一放行 速度顿时快了不少 不一会儿的时间 考院门口马上就回复了清静 只留下满地臭鞋 无数纸屑 看上去倒有些欺慌 礼部的立员赶紧安排人手打扫去 以迎接宫里开考的旨意 还要布置相按名炮 一时间忙了个不亦乐乎 众人一边忙碌着 一边想着这位小贩大人 行事果然与一般庆国官员大不相同 若不理会那些夹带之事便罢了 哪有像今天这种查出来了 依然放行让学生进去考试的道理呢 这事若摊在别的考官身上 只怕御史台那边又是好一阵扰扰 但谁也知道 范贤既然敢这么做 当然是不怕这些事情 范贤坐在太师椅上 微笑看着众人忙碌着 一边与身边的木铁搭着话 木铁如今的职位早起来了 一直以为是拜范贤所赐 所以显得对范大人格外的亲热 范大人辛苦了 来会儿旨意一到 后想开考后 大人尽请回院中休息 这一应刊房之事 自然交由下官处理 执司所在 打扰还要在考场里转悠 打扰闲工夫 大人头一次领这个差事 所以不知道 其实入了考场 也不用太过操心 木铁以为这位年轻的权贵 不清楚会事的潜规则 陪笑说道 范贤忽然转而低声问道 这次去北齐 穆大人去不去啊 木铁一愣 乐于范贤的转化并没有什么思想准备 下意识里回答 院里还在安排 不过应该是四处那边的事务 我可能插不上手 他忽然眼睛一转 想到这位小范大人会写诗 却不爱写诗 偏生喜欢做些小生意 以为自己猜到了什么 范大人是不是准备在北边进什么货 那个 我可以帮助安排一下 没事没事 只是随口问问 旁边有下属端上茶来 范贤向木铁让了一让 木铁好奇问道 范大人 看来今天心情不错 范贤唇角微翘 眸子里闪过一丝莫名的神情 似笑非笑 不知道想起了什么事情来 半晌以后才轻声说道 其实 我一向以为 读书而不用考试 乃是人生最大乐趣 入京之后 我最怕的便是会诗 没料到一年时辰 我竟然成了居中狼 能读书而不用考试 更能轻松无比地 看着读书的同仁们辛苦考试 原来 这才是人生最大的乐趣 圣旨至至春泡铭 香岸彻 怨门闭 一年一度的庆国春围会士 正式拉开了帷幕 范贤听着考验的重重木门 在身后缓缓和尚 心里一阵恍然 前世之时的高考 自己也没有参加过 当时以为是人生最大的缺憾 今世之时 这会士自己又无法参与 虽说轻松 但心中也是游子有些小遗憾 入了大堂 春出寒风从门口处涌了进来 范贤向坐在正中的礼部尚书郭优之 行了一礼 拜见大人 院门已闭 吴大人手令不得再开 此时院中各路军州县的学子 已经拿到了试卷 开始做题了 负责送吃食用水入内的脚门处 由监察院穆大人 及礼部大人们共同罢首 应该无虞 我又只看着下方这位年轻的武品官员 看着他那张清俊的面容 我一察觉地皱了皱眉 玄机满脸微笑说道 小范大人辛苦了 接着对身边的两位坐师吩咐道 一往年规矩 一个时辰之后 你们下场巡视一番 这两位当年春围的坐师 一位是太学正 一位是同文阁的大学士 都是陛下钦点 听着郭尚书发话 点头硬道 听大人安排 郭优之又转向范贤说道 小范大人 你的执司是考场秩序 协助两位提调不定时寻场 还要留神脚门出动静 准备随时接旨 这位礼部尚书叹了一口气 对天抱拳以礼 春围之事 为国择良才 不可不慎 诸位大人 各自用心些吧 随着郭尚书的发话 考院之中的各色官员们 各归其职 一股严肃而紧张的气氛 悄然无息地 弥漫在考院中的每个角落里 所有人都知道 当今皇帝陛下在数次北伐之后 已经将治国的重心 转移到了文质之上 所以对于每年一次的考试 显得格外的重视 甚至前些年还曾经有过 微服视察的先例 所以谁也不敢大意 而且此次春围 对于那些正埋暗扶手 几笔的学生们来说 更是人生中最要紧的一个关头 若能顺利通过 那便是跃上了龙门 若是不行 只能黯然回乡 准备来年的乡士 一折一反 不知会消磨掉 多少人的青春年华 更有那等巨傲之辈 一旦落地之后 竟是缠绵居于京中不肯归乡 颓败者有之 浪荡者有之 更多的消失得无影无踪 此乃国之大典 此乃世子之生死场 范贤站在石阶之上 闭目听着考院里四面八方 响起的沙沙之声 想到太子诸人递来的纸条 唇角扶起一次诡异的微笑 日头渐渐地升了起来 驱散了考院里的寒意 那些紧张的学子们 终于有机会可以暖一暖自己的身子 他们不停地搓着手 以保证落在纸上的笔记 不会显得过于生硬 这试卷书法也是评分标准之一 所以虽然已经开考良久 但大多数人还只是在打复考 并没有急于动笔 看来这考院里的世子们 大多数都是曾经有过痛苦经历的可怜人 范贤满脸微笑地在考场里行走着 脚步尽量不发出一丝声音 以免打扰了这些学生们的思绪 说来也奇怪 学生们破题之时 往往最是害怕考官在自己身边经过 或者是打量自己的试卷 但当这些学生们发现 站在自己身边驻足观看的 竟然是考院门口那位赫赫大名的 小范大人的时候 每个人却不免生出了些许自信来 因为范贤不像那两位作诗和提调一般满脸肃然 反是挂着如淡淡阳光般的笑意 所以但凡敢抬头看范贤脸的学生 总是会觉得小范大人脸上的笑容 是在鼓励自己 在考院的每一处走了一遭 范贤回到了脚门处 木铁早就已经泡好茶等着了 看着范贤坐到椅子上 才压低声音笑道 挺闷的 范大人选在这儿歇脚倒是最合适 脚门这里要与外界交通 所以倒不怎么难受 范贤一笑心想 我如果真会正天 与郭尚书坐在一起 只怕对方不高兴 我也会不舒服 一边饮着茶 范贤一边却想起了一桩很蹊跷的事情 太子那边给的名单只有六个人 但却没有贺宗伟的名字 范贤入京以后 便知道贺宗伟是大学士的学生 而且是东宫前臣 按理讲 今朝应该是要参加春围的 他暂且将这事放下 将目光隔着数重小门 右头向考院的最理处 心里生出了一些荒谬之感 那些油在粪比的学生们 如果知道堂堂会事的结果 早已经被朝中宫中的那些大人物 像分西瓜一样分好了 他们的心里会有怎样的想法 时间似乎过得极慢 范贤已经快要在脚门的椅子上睡着了 才发现日头刚刚移到了正中 相关衙门已经派人送了中饭过来 脚门自然有人接着 细细查验过十具之后 发现并无异常 才将其中六份食盒 排到了中厅 范贤去了中厅 与那几位大人一面用着午饭 一面听他们讲上午的情况 东南角那个地方 被提掉大人逮了一个舞弊的学生 提掉摇头叹气他 见过舞弊的学生 没见过这么舞弊的学生 居然堂而皇之 将整本破题册放在书案下面抄 以为四周有阁目 就不会有人发现 哪里知道 四处巡视的官员眼睛是尖的 此次春委总裁礼部尚书郭优之 忽然皱眉道 这书是怎么带进来的 范贤知道这是自己的失误 微笑应道 先前检查太慢 监察院那边的官员催了一下 下官有些着急 怕误了圣上定的时辰 所以出了纰漏 请大人恕罪 他这话请了罪 却将责任推了一半到监察院方面 倒是油滑 郭优之看了他一眼 嗡了一声 倒没有为难他 毕竟这种小事 历朝历代的科举都无法杜绝 总不能以此来攻击范贤 叫范大人出力此事 经验不足 你们几位大人 要多帮一些 范贤笑着向四周的几位大人拱手一礼 尤其是对着自己的直属上司太学正说道 学正大人 下官才输学钱 请多多看护 太学正 便是那日殿上受陛下眼神所指的书大学士 他本是庄默寒的学生 但是毕竟深以自己是庆国人为荣 所以倒不怎么记恨殿前范贤将庄默寄得吐血一事 反是指着范贤呵呵笑道 凤之大人 若你才输学浅 这庆国上下 哪有人敢自称有才 另一位坐师和提调 也纷纷笑着附和 拿范贤打去 堂堂庆国第一才子 若非学识过人 小范大人此时 应该在场中奋笔疾书 饿了啃两个肝膜 哪里能坐在此处用饭呢 这话一说 连郭优之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范贤的才学究竟如何 范贤自己是没有丝毫信心的 但是看来不论是在京都官场 还是在庆国天下 众人对范贤的信心 倒是比他自己还要强烈许多 考院里的学生们 依然在紧张恐惧地做着试卷 天使也渐渐地按了下来 范贤在场中走了几圈 看了众人的试卷 还真发现了几个有真才实学的人 不免多驻足看了看 虽然他在淡州时 也曾经通读这个世界的经书 但毕竟没有想过荆科举入仕途 所以真要做起这等文章来 怕是还不如大多数人 但毕竟两世为人 夸张点说也是博览群书之徒 眼光还是有的 他暗中将那几个人的名字记下 然后走到脚门处 假意打了个哈欠 一片头 发现木铁已经是半躺在椅子上 快要睡着了 他不由失笑 心想这个木铁也是个妙人 做事的能力自然是有的 不然陈平平也不会让他带掌 依触部分权力 只是做人的本事就差了些 也许是刚刚开始学习拍马屁这种事情 每次看见范贤就无比的恭敬 无来由的让范贤觉得有些不自在 大人 脚门开不得呀 看见居中狼范贤走到脚门旁一个偏僻处 一位监察院官员面露为难之色 上前拦住他 除了送饭送水 脚门必须一直关闭 本官知道这规矩 只是想随便走走 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这话显得有些莫名其妙 不合体统 堂堂国朝大典 惶惶春围之事 身为考官的范贤 却想在考院里寻些好玩的东西 但是很奇怪的是 那位监察院官员听着这句话以后 却是微微一笑 院子里好玩的东西挺多 大人以后常来 范贤平静了下来 看着这位官员普通的脸庞 忽然开口说道 我要找的就是你 不错 提斯大人 那位官员低头道 范贤看着他的双眼 知道这位监察院官员官职不高 但肯定是陈平平安插在医处的亲信 陈大人说了具体的时间没有 春围之后 三日之内 好 我还有件事情要你帮忙 我需要查几个人的来历 范贤将自己 先前记的人名告诉了这位官员 静静说道 不查家事 只查为人入 是 请提斯大人 出事令牌 范贤自腰间 将那块帮了自己 不知道多少次的监察院提斯令牌取出 在官员的眼前 在官员的眼前晃了一晃 记清楚了吗 记清楚了 不过此事 下官会上报院长 明白 封卷之前 我要你的回报 是 我需要知道你的名字吗 不用 下官只是院里的一位低层官员 不肯劳烦大人 费神紧命 太子要在朝廷里 安排自己十几年后的人手 大皇子或许也是如此 至于岳父和书密院那边 则是典型的监官行径 想到这里 范贤不由苦笑了起来 他这位老岳丈 还真不肯给他省些事啊 不过他也明白 这是官场里的常态 而他马上要做的事情 倒是有些变态 范贤有些唏嘘 心想再过些年 等他年纪再大一些以后 是不是也应该安排些自己的人 进入这个像游戏场一样的官场 但眼下他还无法做这些事情 首要的是要与监察院配合好 将此次春围的事情处理完美 不要给自己留下太多麻烦 在成功地用颜值 将长公主逼出宫以后 他一直很平静地处理这一切 如果不是这次东宫方面 拉自己的手段太过霸道 或许他还会依然忍下去 而且他认为 自己的计划并不怎么冒险 先不论明面上的力量 自己身后的黑暗之中 站着一位大宗师 站着一方恐怖的院子 这都是很多人不曾知晓的力量 他相信自己只要不去触动 庆国皇室最根本的利益 在这个看似强大 实则互相牵制的官场上 自己大有可为之地 既然重生之后 要抡圆了活一把 自己就不能过于退让 不然岂不是白瞎了母亲大人 留下的这么多香喷喷的帮手吗 那些皇子高官们能做的事情 他凭什么不能做 他不但要做 还要做得漂亮 我骨子里真是个很混账的人呐 范贤看着考场里那些辛苦的学生 满脸微笑 心想着 和尚摸的 凭啥我不能摸 我不但要窝 还偏不让和尚去 胡闹他 陈平平咕弄着骂了一句什么 桌旁那几位监察院的头目 有些畏惧地看着院长大人发脾气 陈平平将膝盖上的毯子扯了下来 咳了两声 花白的头发乱糟糟的 没有一丝美感 院里的规矩很清楚 宫里的事情我们不能插手 除非陛下下去 四处头目颜若海苦笑摇头 只是未免可惜了些 以往倒是查过科举舞弊之事 但这种事情 都是发生在高门大院之中 我们安插的人手不足 难以找到线头 仅此得了这几个人名 顺藤摸瓜 不难将事情背后的官员揪出来 只是想不到 竟然会牵连到东宫 监察院内部的说话 向来极其大胆辛辣 除了对于皇帝陛下的 无上忠心之外 这些密探首领们 根本不在乎旁的人 第二百零三集 陈平平推着轮椅来到窗边 花白的头发与窗上的黑布一映 显得格外分明 这位提斯大人的命正好 陛下昨夜才决定 今年要查科长弊案 他就送了这么份礼物来 颜若海对于那位从来没有见过面的提斯 也是极为好奇 不知道对方是如何能拿到那些名单的 应该查了 陈平平一挥手 让这些属下自去各府安排 准备数日后的大动作 却将颜若海留了下来 半赏之后才寒寒说道 知道提斯身份的有很多人 所以这件事情根本无法保密 陛下还想给太子留些颜面 所以东宫那边的人 我们不要动 那怎样 颜若海忽然间灵光一闪 猜出了提斯的身份 不免有些震惊无语 陈平平眯着眼睛看着他 你既然知道他是谁 当然知道他的岳父 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动的 其实这些人都不能动 除了太子之外 一位是宫中的贵人 一位是宰相 还有一位是淑密院的元老 我们院中与军方关系一向良好 总不能为了这些小事 把关系撕破了 这三条线都要动 但是都不要追到根上 不然朝野震动 连陛下都无法收场 这些做臣子的 或许就是猜到了陛下 不可能因为科长弊案 而穷治天下官吏 所以这些年 才会如此大胆 他忽然笑了起来 只是那笑容有些阴寒 但他们没有想到 世上还有人的胆子 比他们还要大 居然一翻手 就卖了这么多人 范提斯此举 大为不同 一下子得罪这么多贵人 如何收场 他这是把题目 交给老夫再做 陈平平的脸色 不知道是怒还是狂躁 总之心情不怎么好 他知道老夫 我不会让他站在风口浪尖上 之所以给着名单过来 只是告诉我 他不想被人牵着鼻子走 要我帮着处理 严若还不敢激化 心里却是更加震惊 陈平平回复了冷静 忽然哈哈大笑了起来 只是笑声未免有些尖锐难听 有意思 果然有些意思 范提斯这样做 对于他有什么好处 这个世界上总是有些怪人 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做事的 陈平平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脸上流露出一种 很少见的尊敬神情 这种神情 严若还甚至在院长提到陛下时 都没有见到 请大人示下 此次查科长弊案 最上可到哪级 陛下觉得 国家把持礼不够久了 明白 一处目前没人 目前不够聪明 所以此事由你领头 是 春围已经进入了第三轮 范贤拿起温热的毛巾 擦了擦眼角 发现最近几天确实有些疲乏 眼屎都多了起来 不由苦笑着站起身 伸了个懒腰 再细细去看那些 趴在桌子上睡觉的学生 心想连自己这做考官的 都如此辛苦 这些学生只怕更是可怜 今日是春围会试的最后一天 范贤已经在礼部二牙的考院内 待了好几天了 虽然家中时常送些醒神的东西 和吃食过来 但身体和精神已经疲惫到了极点 他打了个哈欠 走到那个杨万里的身边 细细去看 这些天里 他发现这个叫杨万里的学生 倒是老实得很 夹在衣服里的那些东西 还真是一动未动 不免有些高兴 更让他意外的是 这位杨万里竟然胸中颇有才学 几道书论 做得虽然不是滴水不漏 见解也不是走得堂而皇之的路线 但胜在切实不是虚滑 倒合了范贤的性子 监察院那位无名官员的回报也来了 这位杨万里家境贫寒 自幼在泉州族学读书 相识的成绩也是极好 而范贤与他又有接闭之交 所以不免多留神了一些 此时最后一场试题 杨万里也已经做完了 正满脸眷容的 在看有没有什么纰漏 余光瞥见小范大人 又一次来到自己的身边 不免有些紧张 此处乃考院之中 范贤自然不可能与考生做交谈 但杨万里折腾了几天之后 神思已然有些恍惚 竟是大着胆子捏了捏自己的衣襟 然后可怜兮兮地看了范贤一眼 似乎是在问这位年轻的考官 当初在考院之外 是如何发现自己的夹带的 范贤忍俊不禁 心想 也不方便与他说话 只是将右手食指 轻轻点了点杨万里的被褥 杨万里一头雾水 低头望去 只见自己身后那团 像黑老枣般的被褥 再看看自己身上 虽然数日不喜 却依然透出轻贵气的绸缎长衫 心头一动 知道自己的马脚是如何露出来了 是想哪有一位能穿得起 水洗绸长衫的考生 会扛着那样一卷黑不垃圾的 被褥进场 他不由憨憨地笑了一声 范贤也是微微一笑 心头做了决断 便将双手附在身后 往回夺去 时已入夜 考生们渐渐离开了礼部考院 经历数日折磨 众人早已是伪顿不堪 哈欠连天 浑身酸臭 一脸枉然 还剩下一些比头慢的学生 游在拂案摇笔 又有一些学生 却是蹬下合一睡着 还没有到时间 自然也没有考官去管他 礼部之策 红驼像中忽然响起一声锣 锣声清脆 似乎要唤醒 笼盖在京都上空的夜色 随着一声喝 礼部下属官吏们开始清场 将那些游字抓着毛笔不放的学生 向院外赶去 有位至少四十多岁的考生 头发已经花白了 试卷却还没有做完 呼嚎着死不肯离开自己的书案 结果最后惨被几名监察院的立员 声声嫁了出去 两久之后 众人似乎还能听到那位考生 阴阴窃窃 鬼哭一般的难听声音 在礼部考院之外回荡着 范贤叹了一口气 心里却没有什么同情 这个世界还有那个世界都是一样的 你能够做什么 适合做什么 其实全看你自己的努力罢了 并非范贤是个冷漠无情之人 只是对于他来说 这些学子们的会事结束 而他自己的会事 却才刚刚开始 春围结束档夜 便要马上封卷 这是范贤的之私 而总裁官与两位作诗 两位提调 都是高作堂中 谁也不敢离开 全等着范贤领人 完成胡明抄录这两道手续 然后才能封卷画押 明竹大亮 整个礼部二雅里 一片繁忙景象 外间是数十位老力 在分割试卷 分位整理 另一间小房间里 则是范贤一面揉着太阳穴 一面看着两位礼部的官员 在进行胡明 所有的试卷胡明之前 都要先送到范贤面前过一道 范贤不敢怠慢 细细看着卷子上的名字 与那四张纸条上的名字 做着对应 过了许久之后 他已经从里面 挑了十数张卷子 不引人注意地 搁在了自己的右手边 在他侧方的那两名礼部官员 低着头护士一眼 知道那十几张卷子 是朝礼宫里的大人物 打过招呼他 第二百零四集 做完了手头上的事情 范贤向那两个人招招手 是一开始胡明 那两位礼部官员不敢怠慢 赶紧开始将试卷上的 学子姓名籍贯一处 用纸张盖住 范贤也不避嫌 细细在旁看着 终于发现了这些庆国官员们 是怎样进行这种事情的 原来但凡是自己挑出来的卷子 在胡明的时候 所用的纸条 会比一般学生胡明的纸条 略微短上了一丝 看着礼部官员 严肃地在自己挑选的试卷上 郑重地胡上短纸条 范贤忍不住笑了起来 心想 如果日后郭忧知知道 这些试卷并不全是 朝中大元所情 有几分却是我看中的 真有才学之人的卷子 比如那个叫杨万里的憨人 郭老匹夫会不会气到吐血呢 他却不知道 自己的小手段 落在监察院大佬的手里 郭尚书连吐血的机会 只怕都没有 胡明时长短相差极少的 那一丝纸 若随意看去 绝对看不出什么古怪 但如果是抄路的官员 心中有数的话 一定能分辨出来 范贤看着杨万里的卷子 被胡上一截短纸以后 心情无来由地变得极佳 笑着摇摇头 忍不住开口问道 就算挑出来了 但抄路的时候 怎么做记号 他身边的那位官员 有些为难地笑了笑 知道这位新近的红人 还是不大了解规矩 小义回答道 小范大人 抄路时 只要在某些字的笔画上下功夫 那批卷的大人 自然就明白了 好 这样就算批卷的大人 不知道是谁 但只要知道是正确的人就成 是啊大人 礼部官员很有礼貌地回答着 心里却在付匪这位财明惊天下的年轻人 却连官场中的这些老规矩都不知道 殊不知范贤也在肚子里 暗骂这些人愚蠢 如果不是沁国官员们太过嚣张 这种漏洞百出的老规矩 怎么能沿袭这么多年 他也不可能利用其中的漏洞 为那些真正的读书人做些事情 当然他也明白 之所以整个官僚权贵机构 一直都默认这个方法 是因为在这件事情上 无论是不是政敌 都已经默认了这种分西瓜的手段 除了疯子之外 体系内的官员们 没有谁敢多生事端 其实东宫和那几位大佬 甚至包括宰相大人 都有别的手段来安排这件事情 但是都不约而同地找到了范贤 一是因为居中郎主理胡明 是环节中重要的一个步骤 另一方面 则是除了林宰相以外 其他这几方 都要看看范贤到底是个什么态度 范贤的态度其实很简单 去你妈的 毕竟不是谁都像范贤一样 贤到范贤 毕竟不是谁都像范贤一样 有个好爸爸 有个铁扇公主牛妈妈 一夜忙碌 能够决定无数世子人生的春围 终于画上了一个休止符号 诸多官员揉着发困的双眼 聚在了政厅之中 听着本次春围的总裁官 礼部尚书郭优之大人训话 一番毫无新意的说辞 魏国取材的谎话之后 郭优之有些困顿的挥挥手 让诸位下层官吏散去了 然后和蔼的望着范贤说道 小范大人这几日也辛苦了 不敢不敢 大人不敢言苦 何况下官年轻着 大家都辛苦 其实此时在场的几位高级官员 都明白此次春围的内情究竟如何 从中捞了好处的 可不止郭优之和两位作诗 就连范贤都不知道 前几日里 早有人将他应得的一份银两 送入了范府 那个数目 竟是比淡博书局半年的收入 还要可怕一些 接连数日的会试 整个考院之中 都弥漫着一股黄白之物的嗖臭之味 范贤站在石阶上 用手捂着鼻子 最后看了一眼黑暗的试院 脸上浮现出了一丝很满足的笑容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已经很多年了 只知道自己要活下去 却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活下去 直到下定决心做这件事情之后 他才发现 原来做一个普通意义上的好人 感觉还真的不错 当然好人不是迂腐的老好人的意思 三部官员已经汇集了试卷 在宫中黄门太监的带领下 在大内侍卫与监察院密探的保护之下 一行人穿过京都快要发白的夜空 往太学而去 数日之内 这批湖明超路后的试卷 便会批阅完毕 从而拟定三甲人选 再送预览电视 从而评出今次的状元 叹花和榜眼 范贤离开了这个臭气熏天的考院 院门口早有范府的马车等着了 上了马车之后 他接过滕子经递过来的毛巾 胡乱擦了一下脸 有些疲惫 父亲对我的做法有什么意见没有 没有 滕子经将自己受过伤的大腿挪了一挪 只是老爷似乎有些不高兴 总觉得少爷 应该提前和宰相大人知会一上 而且此事牵连的范围太广 若真惹得众怒 只怕相爷与老爷都极难回护你 范贤笑了笑 没有说什么 心想他后面还有一个监察院 更关键的是 陈萍萍让王启年传过话 陛下今年准备整顿励志 他只是顺势而为罢了 估计陈萍萍表面上 此时正在骂他惹事 心里却是在暗爽 终于有一个由头动手 范贤只是给监察院提供了一个理由 然后监察院再将这个理由摆在陛下的面前 让那位皇帝下个决断 至于太子宁财人那边 范贤另有安排 先前胡明的时候 不论是东宫还是大皇子的脱请人 范贤都责了有才学的几个名字 引了起来 稍作保护 也算是给对方一个交代 等事情出来以后 范贤想让人们感觉 自己做这件事情 并不是在朝政的哪一方中有所偏向 而只是一个纯粹的文人 基于某种酸腐的执念 做出了一个高洁且疯狂的决定 后几日里 京都风平浪静 既然范贤已然爆了料 监察院方面隐藏在暗中的力量 开始配合起来 至少在三甲名单出笼之前 一直没有什么惊悚的消息 在官场上传开 而最后定三甲 范贤偷偷塞进去的那些人 居然没有被踢出 很明显在太学和礼部里 都有陈平平那个恐怖老人的眼线 在暗中帮助范贤隐藏 而郭优之那些高官们 或许是前些年科长舞弊 做得太顺手 而且身后又有东宫之类的 大主子做靠山 所以关注明显不够 竟是没有看出 那么明显的问题来 2月22 道路两旁春枝见斩 之上小鸟成双成对 正是喜气盈盈的春枝加石 地处京都西侧 距太学不远处的客栈里 在等着消息的各地学子们 都心慌慌地聚集在楼下 桌上没有摆什么韭菜 因为这些学生们此时根本无心饮食 将心思全都放在了打听消息上面 一位山东路的学生苦笑着摇头 坐在他旁边的那位学生 面色微黑 正是那位在考院上 与范贤有过目光相对的杨万里 杨万里来自泉州 时常在海边谋生活 与那些出身豪贵 前半生近在书堂里度过的 才子书生大不相同 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心情倒是极为放松 从桌上加了一筷子 老醋泡花生吃了 一面嚼着 一面含糊不清地说道 嘉林兄乃是山东路出名的人物 一手策论写得精彩至极 前几日大家看过之后 都是赞不绝口 至于本小弟本来就不擅此道 文字功夫不成 虽然自信若木一线足矣 但肯定是没有什么可能上把 那位程嘉林来自山东路 这回已经是第三次参加会试了 他苦笑着压低声音说道 这些事情难道你我还不清楚 每科取的人只有那么多 朝中大院们托几个 宫中定几个 太学地取几个学生 像我们这种外地来 或许在家乡有些民情 但放在这京中又算是什么 就算朝廷 想找几个有才之人做陪衬 一睹天下世子之口 也有大把京中名士可学 怎么也轮不到我们头上来 酒桌之上另外一位读书人 面相经兽 看上去不是一个有福之人 或许是喝得多了 胸中又有机遇不能发 故而说话极为大胆 佳林兄说法不错 我看着科举日后 还是不要再考导 免得你们二人 还要浪费这多银钱做路费 什么狗皮会是 不过是朝中高官们 给自己挑狗罢了 程佳林面色一暗 接着却是微微一句 劝告道 季长兄 声音小些 如让监察院的密探听着 我说你我仕途如何 只怕连身家姓名 都有问题 这位季长兄姓侯 也是一个 极不爱走权贵路子的怪人 虽说在京中博有才名 向来与贺宗伟齐名 但就是因为他那张利嘴 那个性子 故而一直有些落寞 此时听着有人担心话语 不由哈哈大笑 今天查验虽然恐怖 但那些密探友 怎会瞧得起 你我这些小人物 他们如果真的厉害 怎么不去盯定 科场之上的弊案 监察院虽然口碑一向极差 但在监督立志之上 确实极有用处的 官家哪有清白人 若寄望于监察院 岂不是与虎谋皮 官也是读书人里 选出来的 哪里可能全是坏人 我看 一时间 他竟是在京都出名的官员中 找不到一个以清明著称的人物 不免有些嫩嫩 换上之后 忽然眼睛一亮说道 我看太学奉政 范贤大人 就是个极好的官 他身旁两位友人 自然知道杨万里 在衣衫里夹带 被小范大人 揪出来的事情 不由其声取笑道 原来让你考完便是好官 这好官也真简单了些 原来让你考完便是好官 这好官也真简单了些 三人又说笑了几句 酒见上头 不免开始低声骂起 朝廷里的弊端 又扯回前面 若监察院 真肯彻查弊案的话 这科场风气 或许还真有可能好转 正此时 忽听得客栈外一阵喧哗 三人好奇站了起来 听着有世子在外 狂喜嘶吼道 车场不严发 你不少说过游之夺之入狱 藏天有眼 藏天有眼 轰这一声 春雷在京都的上空乍响 一阵清新春雨 洒向客栈内外的学子身上 稀稀疏疏的雨点 落在客栈四周 伴着雨点 还时不时有一道春雷响起 而那些学生们 却似乎呆了 傻乎乎地站在 客栈内外的细雨中 这条巷子是外地学子 赶经复考集居之地 故而人数极多 而在先前那声喊后 人群马上陷入了一种 很奇怪的沉默之中 许久之后 才有人回过神来 向先前喊话的 那个学生围了过去 好一阵扰扰 就像是炸开了一般 七嘴八舌 问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侯气长阳万里 三人脸上 也露出了激动的神色 却强压着内心的冲动 只是走到了蓝边 听着众人的对话 问话的人太多 答话的却只有一个 弄了半天 三个人才听明白 原来昨夜监察院一处 竟是出动了一百多名密探 分坐了五路 直接扑向了城南郭府 而有四路 却是去了另外四处宅子 捉了四名江南来的学子 由于动作极快 所以消息被掩盖了整夜 直到早朝之时 皇帝陛下才淡淡说 他已颁指令监察院 详查本次科长舞弊案 朝堂之上顿时陷入了某种混乱 此时诸位大臣才知道 为什么礼部尚书郭优之 没有站在队伍之中 内心深处真正一片平静的 只有宰相大人 户部尚书大人 当然还有那位 依然没有上朝的监察院 陈平平大人 此次监察院的行动 极快极准 尤其是抓四名江南世子的队伍 当场搜出了他们与某些官员来往的书信 而在郭府之中 更是查抄出来了数目相当惊人的银两 据初步的调查结果显示 这四位江南世子家中 均是一方豪强 竟有三家盐商 此次入京赶考携带了大批金银 走了许多路子 终于投到了郭尚书的门下 郭优之 此时已经入了监察院的大狱 而那四位江南世子 也成了可怜兮兮的坐下课 监察院四处更是从昨日起 就开始令江南分部着手拿人 误求办成铁案 因为名义上这四位江南世子 是买通了春围总裁官郭尚书 但实际上大部分的银钱 却是递进了东宫 所以此案的最后背景是太子 当然这些细节上的事情 学生们是不会知道一丝一毫的 只知道在雨中痛骂郭尚书 竟是连可怜老郭的老母弱子都没有放过 陛下此次彻查科场弊案的决心 看来极大 除了礼部之外 至少还有十数位官员 因为此事被停职代查 据江湖传言 之所以此次查得如此之快 捉得如此之准 全因为一份黑名单 那份名单上面写着 此次春围与朝中官员们 勾结的世子的名字 监察院由世子着手 反退而锁 成效极佳 侯继常有些震惊地 从蓝边走回酒桌 举起酒杯倾入侯中 似是不觉酒水辛辣 游字出神说道 没想到 真的没想到 没想到什么 杨万里与程嘉林二人 也没有从这惊天的消息中 回过神来 下意识地问道 侯继常哈哈一笑 重重一拍桌面说道 没想到 监察院出手如此之准 如此之狠 竟能搞到 能置朝中贵人与死地的名单 他端起酒壶 给二位朋友悲中道满 举杯相邀 满脸的兴奋 来 咱们 敬见茶园一杯 干 干 杨诚二人哪有他话 兴奋地举杯而尽 此时客栈之中 全是兴奋的年轻学子 在妖人痛饮着 庆国官场击毙已久 虽然谁都知道 不可能仅仅靠 捉住一个礼部尚书 就完全改变这种局面 但正所谓万里之行 始于足下 只要陛下真的发现了这个问题 愿意解决这个问题 这些年轻的 又朝气的 甚至可以说是单纯至极的读书人们 都相信 庆国的未来一定会变得更美好一些 两久之后 久意见上胸腹 杨万里迷离着双眼 有些傻傻的笑道 真是痛快 就算此次不重 但能身逢如此惊天之事发生 也算是痛快了一回 第二百零六集 程嘉林喝得少些 人也最清醒 他对于仕途向来热衷 有些迟疑问道 既然 此次科场逼案已经揭开了 那 此次春围 会不会重卡 不会 相反侯继长 在几壶酒下肚之后 轻瘦的脸上 却显得平静了起来 毛子变得极为清凉 这只是殿下的一次警告 而且 此事有活先例 十二年前 天下初定 春围也有事变 当年 展了十四位礼部官员 但是春围的成绩 依然照常发布 只是那些 与官员有软的学生 被除名 由后面的捕了上来 那 咱们岂不是有机会了 杨婉李憨憨地笑着 本性纯良的他 想问题很简单 三甲就只有这么些名额 等那些走弯门邪道的人兄 被除名 我们的机会 就大多了 如果不是有更贵的贵人 也在做这件事情 郭尚书只不过是一部大神 哪里敢在这国之大典上 弄手脚 那些贵人要保的学生 只怕更多 只不过替了四个延伤的儿子 于大事又有何不啊 令二人心想 果然如此 不免脸色又有些暗淡 半晌之后 杨婉李忽然一排桌子 无论如何 这也算是 以春痛快事 去年经理最空洞的 便是那场颜值 逼着长公主回了信仰 今年最空洞的 恐怕便是这份黑名单了 居然生生掀翻了一个当朝上书 等明天三甲出来了再说吧 侯继长宇杨万里知道他的性子 对于此次春围依然抱有幻想 微微笑了不去理他 我得去把石禅令的小子 从床上拉下来 告诉他这个好消息 记得让他买些吃食 漂亮 真漂亮 范贤轻轻弹着 王启年带过来的纸 心情大加 婉儿坐在他身旁 有些担心 你不担心太子哥哥 知道是你告发的必案 今日被父亲重重 训斥了一顿的范贤 破天荒地被禁足了 显如今 只得老老实实地待在府里 他知道自己这桩事 做得确实有些过于荒唐 当然如果不是 事先从院里得到消息 知道皇帝陛下 今年准备杀鸡儆猴 范贤也不敢来当这个污点证人 与满朝文武为敌 其实那份名单算不得什么秘心 范贤手中有几张纸条 那些作诗题调 谁手里没几张呢 单看这种光明正大的闭场声势 就知道庆国官场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 此次监察院查弊案 才会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一时间也没有谁会 首先怀疑到范贤的头上来 听着妻子发问 范贤的脸上露出一丝莫名的神情 你那位太子哥哥的胆子太大 手段太差 这满朝文武也是一群胆大包天的糊涂蛋 春为武毕是何等样的大事 竟然闹得天下皆知 就算我不告发 若陛下要查 难道他们还想瞒住啊 婉儿从被窝里面爬了起来 静静地看着范贤的脸 相公 以后不要这么行险了 世上没有不过风的墙 若真让人知道此事与你有关 日后怎么办 怎么办 良扮 范贤又说了一个妻子听不懂的俏皮话 他继续微笑着说道 就算知道了又如何 婉儿叹了一口气 心想 我这位相公 知书达理 满腹世华 外表看似平稳 但谁也闹不准 他什么时候会做出如此癫狂的事情来 范贤知道妻子担心自己 静静地说道 此事的关键还在宫中 科举是什么 是陛下为自己收拢人才的手段 前朝有位皇帝 曾经在科举的时候哈哈大笑 说天下英雄从此进入我的网中 陛下能容忍朝中官员 用科举的名额来换取财富 但不能容忍所有的名额 都被用来换取不义之财 更何况 太子和大皇子都在这件事情里插了手 咱们的皇帝舅舅 不得不要问自己一句 自己这两个儿子到底想做什么 婉儿有些听不明白 好奇说道 自然是要培植自己日后在朝中的势力 那陛下就要问了 你培养自己的势力做什么 大皇子可是个领兵的人 在朝中要这么大的势力做什么 那太子哥哥呢 他是一国储君 培养人才都算是说得过去 毕竟他将来也是要执掌国朝的天子 以往在东宫听太傅讲课的时候 太傅曾经说过 东宫不能无为 不去流言 率先准备一些臣子 以备将来之用 这才算是真正的赤忠 天子家的效益 太傅文章大约是好的 道理可能是对的 但问题是 当今陛下身体健康 东宫这时候就开始培养人才 陛下不得不在心里问自己一句 太子难道着急了 婉儿倒吸了一口凉气 发现事情确实是这样 又听着范贤继续微笑着说道 所以说呢 陛下能忍一时 不能忍一事 能忍百官 不能忍自己的儿子 如果陛下一直不想便罢了 但只要开始想第一个问题 并无法控制他会怀疑到很多的东西 所以 整顿磕场逼案也就成了自然之事 林婉儿将头靠在范贤的怀里 其实这些事情 说起来也简单 若我愿意想也能想明白 为什么 太子哥哥他们想不明白 不是想不明白 只是太子本身已经开始有不安全感 范贤想到年初时 皇帝陛下给三位成年皇子的赏赐 那里面含着的深意 就连范贤也看不大明白 想来不论是太子还是大皇子 都有些惊悚不安 所以此次磕场之上 才会伸手伸得如此长 我也不求相公能封王猎徒 只求能做个逍遥侯爷就好了 这些事情总是麻烦得厉害 富贵贤人 不我所愿意 范贤笑着应他 想到贾宝玉的那个外号 接着说道 只是有些事情看不惯 总会犯犯嫌 谁叫我与父亲大人的名字 取得都不怎么好 见他打去家翁 李婉儿忍不住扑持笑了出来 顿了顿又问道 对了 父亲那边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放心吧 父亲当天夜里就去了一趟相府 所以我先前说 监察院这事办得漂亮 你看看最近落网的这些官员 除了郭上书之外 包括东宫 书密院里都有人落罢 阅账那边虽然也损了一位优势狼 但毕竟没有伤筋动骨 这种分寸感 如果不是禁营官场 数十年的老手来盘 断刃不能掌握得如此炉火尊精 这很难吗 范贤的手指 轻轻从妻子的黑发间输过 很难 要让那些势力痛 又不能让他们痛死 免得陛下不好处理 说完这话 范贤的眉宇之间 涌出一丝淡淡的忧色 第二百零七集 心细如发的婉儿 看相公面露忧色 抱紧了相公的胳膊 关心问他 怎么了 范贤摇了摇头 想将心里那个隐忧挥去 我本来以为这次接避案 一定瞒不住天下人 所以做好了打硬仗的准备 没想到监察院将我掩护得极好 不过你说得对 这个世上没有水泥墙 总会被东宫知道 我与监察院的关系 而且 清国的疯子太多 我在这时候 担心那个薄勒的疯子 陈平平 林婉儿马上知道范贤说的是谁 但他并不清楚 相公除了告发弊案之外 与监察院那个恐怖的特务机关 还有什么联系 所以有些疑惑 这疑惑太过强烈 甚至掩去了水泥墙 这三个不明之字 范贤笑了笑 并没有将这件事情完全说明白 只是轻声道 我担心陈平平从一开始 就没想着要瞒这件事情 他敢 每一个少女都喜欢自己的相公 是个充满正义感的英雄 所以范贤此次暗中告发弊案 虽然林婉儿有些担心 但内心深处满是满足与骄傲 此时听着陈平平要将相公 推到世人面前 一想到那种危险 郊躯一阵 郡主之气大作 我明天就入宫找太后去 陈平们就算将我拖出来 只怕存的也不是什么坏念 林婉儿听不明白 范贤却清楚 这是一个好机会 在夜宴失会之后 如果想在庆国百姓之中 牢固树立自己的地位名声 此次接避案一事 无疑是最好的机会 按照费剑老师曾经说过的 既然母亲的亲密战友陈平平同志 一直不甘心自己当个内库富家翁 非要让自己执掌监察院 那么按照传说中陈平平的性格 借着春围闭案一事 让自己猛然跃出众生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问题在于 得到与失去的比例 到底是多少呢 这一点范贤还有些拿不准 他从床上爬了起来 看着窗外的嘻嘻细语 这才发现时辰已经近午 自己竟是与妻子在床上缠绵了大半日 不免天天笑了起来 只是笑容里有些疲惫 此次接避案 一是因为自己确实可怜那些真有才学的世子 二是不愤那些皇子们 把自己当绳子一样再拔 最重要的原因却是因为他想最后试一次陈平平 范贤将去北齐 所以他必须清楚 那个实力恐怖的监察院老人 对自己究竟是什么态度 同时他更想看清楚 那位隐藏在老人背后的九五至尊 对自己究竟是什么态度 态度决定一切 态度决定关系 态度可以揭示历史 可以揭示身世 范贤微微眯眼 透着烙印着母亲气息的玻璃窗 看着天上的乌云 觉得庆国的一切 就像是一道有趣的脑筋急转弯 而自己似乎一直走在 无限接近真相的道路上 也许 目标已经很近 范府之外 微湿的长街上 一辆没有标记的马车 正安静地停在那 忽然间 一个人影从里面像落叶一般飘了出来 将要降落在地面的时候 又涨在车厢沿上一搭 整个人已经钻入了马车里 走 范贤屁股刚刚坐到椅子上 就发了话 彭子经从御者的位置上 回头看了少爷一眼 少爷 如果老爷知道这时节你还出门 会教训小的 再不跟亲嫂 不知老爷要拿棍子打我这不孝子 就连你那位温柔的少奶奶 都要拿绳子来绑我了 这时节 经理真是人心惶惶的手 礼部尚书郭优之被逮下狱的消息 只用了一个时辰就传遍了整座京都 但凡与春围相关的官员们 都坐立不安地留在家中 生怕一会之后 监察院的密探就会来敲门 然后客客气气地请自己去喝茶 而范贤身为弊案的关键人物 深知内情的斯南伯范贤大人 与陈郡主更是不敢放他出手 所以他只好偷偷地溜了出来 唉 龙大 幸亏少爷我在京里还有你这个心腹 不然连出趟门都不容易 一直安静坐在范贤身边的王启年 笑容明显变成了最苦的那个 他愁眉苦脸地说道 大人 下官一直想努力成为你的心腹 王启年 你应该去出巷上去 马边一响 黑色的马车缓缓向前行去 车轮碾过街上的水洼 四周的青树被雨水一洗 更显清嫩 在马车的后方 有几个监察院的密探 穿着各色语具 远远跟着这辆马车 他们都是启年小组的人 专门负责范提斯的安全 如果朝中有官员报复怎么办 我这里的人手有些不足 王启年是知道范提斯 与院里做了什么事情的 有些担心 范贤微微一笑 眸子里寒意一现 现在不是当初 我们要去的地方 也不是牛兰街 本官倒想看看 除了那个疯婆子 还有谁敢在京都里 圣上的眼皮下面刺杀 去哪里 横子经也不回头 低声问道 范贤看了王启年一眼 王启年轻轻说了一个地名 然后解释道 很凑巧 大人看上了那几名学生 都住在一家客栈里 马车在叠一巷的外面 就停了下来 空中还在落着小雨 范贤下车以后 与腾子经二人 撑着直伞往里走去 王启年则早已消失 在了人群之中 这第一巷 是外郡来京举子聚居的地方 今天经理又爆发了 磕场弊案 所以此时又是人声鼎沸 拥挤得厉害 范贤举着伞 小心翼翼地 从街牙往里走着 伞面略微向前倾着 免得伞上的雨水 落到街边 沿下避雨的小范锅中 一位身材瘦削的读书人 急切地喊着 手里提着两壶酒 擦过范贤的身边 朝着前方急奔 竟是不畏由天而降的雨水 只是此人路过时 回头看了范贤一眼 范贤举着伞 看着消失在雨中那人 摇头笑道 这和当初毕业时的那些疯子多像 只要考试完了 就得狂嘴一份 他扎不扎不嘴 有些遗憾当初因为身体的原因 无法参加学校的毕业宴 腾子经听得不是很明白 但依然恭谨解释道 估摸着 是郭优之导台一师 让这些学生如此兴奋 哎 国上说的风评很差吗 范贤随意地往前行着 看着就像是一个喜欢在雨中散步的公子哥 清官没几个风评好 方里有句俗话 若将六部的官员排队砍了脑 估摸着 能有一个是冤枉 范贤哈哈一笑 心想前世史也有这种笑话 那你说我父亲是不是冤枉的那个 世人皆知 思南伯范贤先为户部侍郎 后为尚书 不知道从国库里面捞了多少银子 若说大贪官 范贤的父亲岳父 只怕是逃不出前三名去 但这话腾子经哪敢说啊 听着少爷这问题 冷汗就开始往后背里钻 少爷 小的食言 您可千万别介意 贪官怕什么 世人不换贪官 却换这官 贪而无能 公子 这话不多 忽然有个人毫不客气地 从旁边钻进了范贤的散礼碧雨 手里捧着一个纸包的烧鸡 烧鸡的微焦香味 连着漫天的雨丝都遮不住 第二百零八集 雨一直落下来 巷中行人里的几把伞 像几株可怜的花儿一样开放着 范贤微笑着 看了这个莽撞的年轻人一眼 发现对方身上已经湿了一大片 于是也没有说什么 如果对方真是个歹人的话 在先前的一瞬间 范贤至少有五种方法 让对方马上丧失行动能力 很显然 这只是一个买烧鸡去凑酒席的穷书生 于是范贤并不停步 举伞往前走去 他走得潇洒 那位挤进伞里的年轻人也是潇洒 竟不多说一句 站在范贤的右边 借他的伞挡着头顶的天空 神态自若地跟上前去 就这般同伞而行数十步 范贤愈发觉得 这个年轻人的性情有些可爱了 如果是一般的书生 哪里会这样冒失钻进别人的伞下呢 而且沉默共行数十步 竟是一丝不自在的神色也没有 于是范贤微微偏头 细细打量了一番 发现这位年轻人长相倒是普通 只是两抹眉毛极浓 就像是被人用毛笔厚厚涂了一道一般 彭子经落后两步跟着 这伞下的二人依然沉默前行 不知道是在比拼着耐心还是什么 终究还是范贤微笑着发问 前前说不妥 不知哪里不妥 见伞的主人发话 这位年轻的书生极有礼貌地笑了笑 官若贪了 自然不会将心思放在正式之上 所以若想贪官有能 这只怕本身就是件极可笑的事情 范贤笑了笑 发现伞下并不能容下二人 身边这位年轻书生的右肩已经湿了一大块 于是悄悄将伞向那边挪了挪 贪官即便疏于正式 但也总比什么都不会的人 做官后还一通瞎弄要好些 年轻书生一挑眉毛 似乎有些不解 只要肯做事 总比荒废正式要好些 范贤握着散把的手紧了紧 摇了摇头 一条河堤 不休的话 大概隔几年就会绝一次 如果一个不会河宫的清官 在河堤上一阵瞎修 说不定每年都会绝几次口 你说那些沿河居住的百姓 到底是希望郡上是位无能勤勉的清官 还是位无能懒惰的贪官 年轻书生一时语色 伴赏之后呵呵笑道 这怕也是特例 一任父母官总有些事情是必须做的 比如粮田发粮 赈灾济民 断送绝育 如果是个懒官 这治下 只怕也会乱七八糟啊 所以 关键在于能力 还不是在清火滩 其实范贤这看法 倒也不见得是正确的 说来还是受了前世 那些官场小说的影响 但这种论点 在如今沁国的民间 倒也颇为新鲜 那位与他共散的年轻书生 不免来了兴趣 追问道 如果一位官员有能力 却十分贪腐 难道朝廷就游着他去 不知怎的 范贤听他这样一说 便想起了自己那位老丈人 庆国著名的奸相林若府 世人皆知其滩 但陛下身知其能 故而一直任用至今 再想回这位年轻书生的问题 只好摇头说道 立志本就是艰难繁复时 哪有简单有效的法子 不过 若只求朝廷监管 自修得养 便奢求官场之上一片清雲 未免有些异想天开 朝廷若加强监管力度 难道不能防治贪腐 就说今日 那位礼部尚书郭优之 已然下狱 如果监察院前些年 也如今次一般 科长的风气 怎会败坏成如今的模样 年轻书生皱着眉头 粗眉如船 挤坐一堆 范贤其实在政治方面 没有什么高见 但是骨子里 却有些清淡不怕误国的糊涂症 兴致一起就接下话去 若是监察院院长 向郭优之行贿 让他的此事 被录入头等之中 那你说 谁去监管此事呢 自然还有陛下神目如殿 一亿人治天下 哪里如此容易啊 其实他清楚 皇帝一定还有暗中的手段 在制衡独大的监察院 这种手段里 甚至可能还包括父亲 一直没有显露出来的力量 但是前世一些青涩的政治理念 让范贤对于皇帝这种工作 一向有些嗤之以鼻 从来不认为 将天下视作一碗肥肉的天子 会有那么个精神 会有那个闲心 去理会官场之上 所有的不公 随意说着话 伞下二人来到了一间客栈外面 那年轻书生温和一笑 谢谢公子伴伞之策 我已到了 范贤将散策了一侧 瞄了眼客栈上的店名 发现真巧 居然也是自己要找的地方 我与你一同进去吧 我要去客栈找人 客栈的名字很俗 很福 很大众 同福客栈 范贤与年轻书生 入客栈的时候 知道了对方叫石产利 也是此次入京的考生 只是范贤此时 不方便说出自己的姓名 所以只是告诉了 对方自己姓范 范公子来寻什么人呢 石产利此时 才从这位公子身上的服饰 发现对方一定是一位 权贵子弟 故而说话不像先前 散下那般无拘 倒多了一分矜持 哦 我来访友 不便多谈 日后有缘再见吧 他说完这话 向范贤行了一礼 便往客栈前堂的角落里行去 那里有一方酒桌 桌旁有两个学生模样的人 正在斗酒 旁边还有一位 已经酒醉不知人事 浮桌而睡 看这些人酒桌之上 并没有摆放什么菜肴 看来是在等石产利的烧鸡 范贤眼睛 一瞇便看清楚了 那桌上醉着的人 就是自己要来寻访的杨万里 微微一笑 竟也是跟着石产利 往那酒桌走去 石产利却不知道 他还跟在自己的身后 将油纸包好的烧鸡 往桌上一放 对着停住了 拼酒的二人笑骂道 好你个猴记长 喊我送菜来 却不将酒给我留一些 我这酒 也是新鲜材在巷子打来的烈袖 口味虽是不好 但是量就是足的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山东路的才子 程嘉林 他刚把手伸 向程嘉林的方向 却愕然发现石产利的身后 站着一位满脸笑容 清秀无比的公子哥 偏生这公子哥看上去 似乎还有些眼熟 师兄 这位是 石产利一正 回头才发现 范贤竟然跟着自己 来到了此桌 范公子 只是借了半片伞 不至于 还要收多余钱吧 范贤看出对方对自己 似乎有些忌惮 想来是猜出自己 出身豪贵 不敢太过亲近 于是笑着说道 哎 不敢收钱 只是有些口禅 史公子带的这烧鸡 范公子 不是来寻人吗 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范贤微笑道 当初在流经河畔 初见圣言的时候 他曾经撂过这两句话 结果对方一点反应也没有 但今天用在这些读书人的身上 果不其然 侯济厂等人 马上明白了是什么意思 大感有趣 范公子竟是来寻我们的 范贤直指最终的杨万里说道 我与杨公子有故 所以今日特意前来拜访 还从未听说万里在京中 有这般豪阔的朋友 来来来 范公子请坐 淡酒烧鸡不嫌弃就好 石产丽本来就有些喜欢范贤的谈吐 此时见他既然是友人之友 也不再端着架子 笑着让出座来 那边程嘉林却是推了半天 杨万里没有推行 会由乐乐向范贤笑了笑 范贤倒是好奇另一桩事 对侯继长拱手一礼 不知这位兄台如何称呼 侯继长 侯公子为何认定 在下就是个豪阔的公子哥呢 范贤听着继长二字 便忍不住想笑 在下自损生得倒也不是肥头大 一看就是终日宝石无势之徒 不敢不敢 公子这身衣衫就值不少银子 哪里是一般读书人能穿得起的 至于豪阔二字 只说我们向来开玩笑惯了 还请公子莫要介意 他此时总觉着面前这位公子面熟 但酒后有些眼花 所以老想不起来 哪里哪里 范贤文和一笑 自在桌边坐了下来 读书人都有洒脱镜 多了一位不速之客 倒也不太在意 反是杨万里 一时半会也醒不过来 所以除了程嘉林 劝了范贤几辈之外 侯继长与石产丽二人 倒是旁若无人的拼起了酒 酒味族意欲满食 又开始坐而论道 此道 却不是玄之又玄的那道 却是国家经济民生之道 范贤在一旁拿了一根鸡腿 慢条思理的啃着 一边竖着耳朵 听着二人辩论 发现侯继长的想法 有些偏法家的感觉 极重律法 而石产丽 却是个感性人物 极重教化 只是说来说去 偏法家的并不一昧求科 近教化的也不是一昧劝愈 倒真是两个看世极名的读书人 偶尔坚说到各俊禄正事 也是细细辩析 并不一昧泛谈 更不像一般书生那般 总将眼光放在天下二字上 却不知道这天下两个字 比世上绝大多数人的眼帘 要宽大太多 范贤越听越是得意 这侯继长的名字 可是自己胡鸣的对象之一 看来自己的眼光确实不错 只是这位石产丽 性情温和洒脱 怎么考验之中 却没有什么印象 正得意间 忽听着性情温和的石产丽 一拍酒桌怒斥道 说来说去 全怪那位小范大人不好 范贤无忧一惊 原来此时酒桌上的谈话 已经由官场转入文场 自然不免会谈到去年 失明惊天下的那位小范大人 范贤假意揣着酒杯抿着 却做着准备 如果这家伙敢说自己一句坏话 就把手里这杯酒泼僵出去 解解狱卒之气 不料紧接着 却看见石产丽站了起来 面露桃花之色 口颂肉麻之语 创然涕下 手捧半闲斋诗集读了数月 这今后哪里还看得下 旁人诗篇 又如何还有胆量 再提笔落纸啊 虽说有几首诗 我还是觉着有些怪异 那小范在前 小使何以自宠 悲乎哉 悲乎哉 范贤眉开眼笑 想到了那些批评领导同志 不太注意休息的可爱人们 侯继长却有些不以为然 师文乃外道 京师治国又有何助 说完这话 转向冷落了半天的范贤求助 不知范公子意下如何 他忽然忍不住 又看了范贤两眼 忽然AU一声说道 原来是你 范贤再惊 心想 难道被对方认出来了 考院里的灯光可不怎么明亮 除了杨万里这种憨人敢直视他 用眼光对话之外 还真没有太多人敢端详 他这个考官的面容 侯继长下一句来得极快 先前我在买酒顾上 曾经与范公子擦肩而过 范贤马上想起来了 原来对方就是那个提着两壶酒的书生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这样一桩小事 投计厂马上显得对范贤亲热了许多 开始热切地说起话来 不止范贤觉得有些奇怪 就连石产力也有些摸不着头脑 范公子与那位小范大人同宗 不妨说说对于小范大人 半贤斋师级的看法吧 不过是实前人牙会而已 范贤脸皮再厚 也总不好意思当着别人的面 对自己一顿猛夸 谁知道石产力听着这话却怒了 将筷子一割 难道范公子也与那位庄大家一般 在下本来极重庄末寒人品 却料不得是个糊涂老贼 范公子若少读诗书 还是不要说出这等荒诞可笑的言论来 范贤一正 此时才知道 原来自己早已经在沁国世子的心目中 树立了牢不可破的地位 微修一笑不好怎么言语 见他哑口无言 石产力被久意一触笑骂道 同样都是姓范的两位年轻公子 这差距咋就这么大 正在此时 杨万里终于在程嘉林的服饰下 悠悠行转过来 入眼处便是范贤那张漂亮的脸 吓得不清赶紧站起身来 对范贤行了一礼 范大人 怎么会再死 范大人 哪位范大人 什么范大人 哪来的范大人 酒桌上另外三位人兄不免一头雾水 不知道杨万里为何如此紧张 这位便是先前提到的那位 放学生入考院的小范大人 师兄 你不是最喜半贤斋之师 还不赶紧上前拜见 石产力这才知道 自己刚才出言训斥的 竟然就是范贤本人 强烈的震惊 让他从凳子上蹦了起来 对着范贤拜也不是 不拜也不是 模样尴尬至极 就连陈文许多的侯继长与程嘉林二人 都张大了嘴巴 看着范贤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如今的范贤 早已经是天下世子心中的一等风流人物 后来又娶了宰相的女儿 以17岁的年纪 就做了太学无品奉政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去 都是读书人最艳羡的对象 而他的半贤斋诗话 也早已风行天下 飘忽云端之上的红光形象 已经与范贤这个名字合作一体了 范贤有些不好意思地笑 怎么 见着活人了如此吃惊 侯继长第一个醒了过来 原来公子便是小范大人 之前真是失礼了 石产丽双眼放光 对着范贤是深深地鞠了一躬 不期今日托阳兄的福 竟然能够亲见小范大人 实是万幸啊 会是已毙 我也不想老待在府中 所以随意出来走走 知道阳万里住在这间客栈 所以来寻他 只是没想到运气不错 先前在酒桌之上 听着诸位兄台的高论 总算不许此行 众生不免有些悍然惭愧 心想先前自己一干人等 在这位当世大才子的面前 高谈阔论 如今回想起来 确实有些荒唐 就连一向心高气傲的侯继长 也是苦笑的 也都怪万里 居然一直醉着 恰此时 说话有些缓慢的程嘉林 终于乐乐自我介绍了起来 范大人 婉生姓程 程嘉林的 林 一想到似乎能与这位当朝红人 拉上关系 山东路才子程嘉林 无来由的紧张 说话有些磕磕绊绊 众人一正 旋即才听出 这话里面的错漏处 不由得哈哈大笑了起来 程嘉林也是脸上一红 乐乐不知如何言语 也亏得这阵笑 才稍稍冲淡了一些 众人心头的震惊 杨万里听着 小范大人竟然是来寻自己的 不免有些疑惑 也有些受宠若惊 不知小范大人有何吩咐 好在这几个人都是有分寸的 而且心里多半还存着 拿宝贝搁自己桌上的自私想法 所以没有嚷嚷起来 是以客栈内外的学生 还在饮酒作乐 没有人知道 诸生日常经常提及的小范大人 此时正在客栈之中 不然只怕又是好一阵喧哗激动 范贤本来只是想来点阳万里一下 只是没有料到 却是如此一个局面 自然不好深谈 无论如何 我与杨兄也算是一山之勇 与史兄也算有半散之勇 与侯兄也有一擦身的缘分 所以有些话 还是想提醒诸位一下 此话一出 就连没有被他点到名的程嘉林 也紧张了起来 侯继长再也无法保持平稳的表情 独书人 谁不想谋个好前程 这位小范大人 可是此次春围的居中狼 此时不必嫌疑 来到此处 要讲的话自然是极其重要 范贤略顿了一顿 斟酌了一下用词以后 说道 三月初一便是电视了 几位兄台 还是要准备一下 诸声在惊 袖中的手也禁不住有些颤抖 此话看似寻常 但那里引着的意思 却是十分惊人 这位小范大人是朝中红人 身后更是有宰相 斯南伯 这种至尊至贵的人物 如果说有人能够提前知道 三甲名单的话 范贤一定有这种资格 既然他让几等数人准备电视 那就说明 一定能上榜 范贤将手指竖到自己的唇边 做了个噤声的手势 不一定 只是来提醒一事 郭尚书被带入狱 榜单一定会有所变化 成兄与史兄我记不清楚了 但侯兄与阳兄是一定种的 侯阳二人大喜 再也顾不得自禁 站起身来 对范贤深深行了一礼 知道从此以后 这位年轻的门师 他们二人是败定了 除非他们不想要以后的 坦荡仕途繁华前程 程嘉林与史产栗 稍绝失望 但心想小范大人 只是记不清 也不见着明日 不会有个好结果 都在心中安慰着自己 客栈之中 明显已经不是说话的 合适场合了 杨万里恭敬地将范贤 请入自己几人的内房 然后奉上好茶 折腾了一阵以后 才诚恳说道 小范大人 学生自问 无钱无权 无嘴无脸 实在不知 如何能得大人亲眼相看 更不知道大人为何冒险 前来告知这个消息 这无钱无权 无嘴无脸八字 真是说透了那些 没有门路世子的心酸无力 如今庆国科场上的模样 诸位自然知晓 三甲的名单 虽然还没有出来 但大体上也已经定了 至于我今日为何来 着实是怕万里你自暴自弃 不问书 不是应对 电上丢了脸面 我的脸上 只怕也不好过 谁知道 那日考院之外 是有许多人看着我 将你放进考院的 无方明说 这事是我冒了一些小险 不过 倒也无妨 今日经中考官们 皆自惶恐不安 天生范贤倒说无妨 诸生不免有些诧异 事已至此 几个聪明人自然明白 范贤此行的意义 互视一眼 头继长便当先败了下去 学生 谢过老师 杨万里再败 就连石产利和程嘉林二人 也不再坐着 对范贤行了门师之礼 范贤看着比自己年纪 还要大了几岁的四位读书人 心里的感觉难免还是有些怪异 我不是相府里的岳贤他人 我也不是郭尚书 而且我有钱 日后会更有钱 所以你们且放心 我只是看重你们的才学德行 至于电视之后入朝为官 只要你们忠心情政 为国牟利 我确信自己没有看错人 自然心里高兴 这话极温柔 骨子里又极寒冷 四人一耸 诚恳应下 又稍叙几句 范贤问清楚了 此次贺宗伟之所以没有参加春围 原来是因为家中长辈病逝的缘故 叹息了几声便告辞而去 出门后上了马车 范贤皱着眉对滕子经说道 为什么我做这种事情还是很不习惯 很跟王启年 适时地出现在马车中 因为大人骨子里还是个读书人 不是大人 待范贤离开这家同福客栈之后 市中的四位读书人面面相去 似乎还是没有想到 天下竟然会掉下如此大的一个烧饼 砸在自己的头上 这可如何是好 杨万里似乎有些傻乎乎地坐在床上 程嘉林与石产利向他恭喜之后笑道 从此以后 杨兄等于是攀上了相爷与户部尚书 这仕途只怕会一帆风顺了 杨万里憨厚的脸上 却透着一份苦闷 我向来是极欣赏小藩大人才学 此次春围也多亏大人通融 想来幕后月圈 这位小藩大人也出了不少力 只是我更希望小藩大人 今天没有来这么一趟 诚实二人哑然无语 知道杨万里感觉范贤似乎有试恩之感 一向隐为众人首领的侯继长 却微笑摇头 小藩大人若是试恩 断不必亲自来此 万里你多虑了 我也决定 从今以后 在朝中便以小藩大人为念 定要做出一番事业来 石产利恶然 心想 一向清高自诩的侯兄 为何突然转了性子 我也知道 每科考试 门师学生这是惯例 只是侯兄知道 我一向敬重小藩大人才学 考院之中 因为身上那件夹带的缘故 又急袭小藩大人性情 所以总希望小藩大人 与这些朝廷官员 能有些许不同才是 求全了求全了 小藩大人虽有师中仙才 但毕竟也是朝中官员 权贵子弟 能够亲身来此 已属不易 万里兄难道希望 小藩大人是个 不食烟火的真仙人 何况 真仙人对这个穷苦凡事 并不见得会比一位 鲸鱼谋划的能力要更好 嘉林兄话虽少 但今日这话说的透彻 若说崇拜之情 万里你绝对不如我 半贤斋诗话 我时常手捧颂读 里面那百余首诗 可以倒背如流 但今日见着小藩大人 我却没有丝毫失望 为何 全因为诗乃心生啊 这位小藩大人 确实是我被洒脱中人 与朝中那等腐朽官员 岂可一道而论啊 先前我提着烧鸡过来时 像中打伞之人不多 我这人就爱玩个乱劲 瞅着一把伞下的年轻人 面容清秀 气息清新可人 所发议论 又有些新奇骇人 所以莽撞钻到了他的伞下 一路走了过来 如果换作是一般的权贵官员 岂能容我如此无礼呢 天那位小贩大人 却是满脸微笑 与我同行 面色没有一丝不自然 客栈中知道 他便是范贤 说实话 于兄真有些惊喜 范贤 范贤 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感谢收听本集庆余年 我是剧中王启年 和静王爷的扮演者 图特哈蒙 第211集 众人此时才知道 原来先前还有这么一段事情 怪不得范贤刚才说 与实产力有半散之缘 想到其中感觉 不由微笑了起来 杨万里有些尴尬的摸摸脑袋 或许只是感觉 有些幻想破灭的寂灭感 总觉得小贩大人 应该是那种 闲卧葡萄架 醒书万首师 不理朝中龌龊式的 清贵人物 那种人物看似轻易脱尘 却实在是于国无用 于民无义 若范大人 真是这种辞臣模样 我反而会瞧不起 不见得 不见得 说来不怕诸位笑 读书人何以报国 只有入朝为官一条 而朝政之艰深可怕 又岂是你我这种 局外人所能了解 所以小贩大人 今日前来 实际上不是他需要我们 而是他知道 我们需要他 我虽有些傲骨 却不是不知进退的 酸腐之人 既然我们有这个机会 当然要把握住 如果在朝中 我们一定要跟随某个人物 那么我想 范大人 应该是最好的对象 想来日后官场上作为 与我们平日里的理想 才能最不冲突 为何 大家本就有些奇怪 侯继长坚决的态度 此时听他再次强调 更感好奇 侯继长从桌上端起茶杯 看着旁边 范贤隐胜的残茶 略有些出神 半晌之后才说道 一个雨天行路的当朝红人 居然会流成 自己散面上的积水落下时 不要滴入路边 躲雨小盘的锅中 宁肯自己身上被打湿 还要往外面测一测 如此细心仁厚的人物 如果不是大奸大恶 就是大胜大行 一个十七岁的年轻人 不可能随时随地 都能掩饰得如此之好 所以我认定 小范大人 是位大胜大贤 我的判断就是如此简单 因为我被雨中当幕感动了 房中一片沉默 许久之后 才传来一阵唏嘘之声 第二日 考院左侧那面珠墙之上 终于贴出了考生们 翘首已判的那张黄纸 庆国春围取士 规矩倒不复杂 相试之后是会试 会试之后 便要取出三甲人选 只是不定名次 一笔画排列在黄榜之上 三甲的人数历年不等 因为庆历三年 曾经加开过一次恩科 所以后两年取士的人数 都有些偏少 今年黄榜上的名字 一共只有108个 正是因为取得少 所以不论是京中太学的学生 还是各郡各路 来京赶考的共生 都有些紧张难安 考院西巷是一座桥 若想去珠墙之下看榜 得过桥而行 此时珠墙之下 已经围满了穿着长衫的学生 人头攒动 正紧张无比的 在大黄纸上寻找着自己的名字 而在桥的那头 心里已经吃了定心丸的 侯继长与杨万里 缓步走着 桥面上仍然残留着昨日留下的雨字 石砖间的青台显得格外湿滑 四人往那边走着 程嘉林险些滑倒 惹得众人一片笑声 程嘉林自嘲一笑 虽然他与石砖利二人的步子 与那两位友人一般缓慢 但内心的深处却是难免紧张 来到珠墙之下 四人好不容易挤进了人群 从左手边开始看起 不知道看了多久 猛听着石砖利一声喜呼 侯兄 侯兄 中了 中了 其余三人听着声音 赶到了石砖利身边 果然瞧见头顶第三排里 赫然写着侯继长的名字 不由好生兴奋 杨万里轻轻捶了侯继长 尖头一拳 满脸笑容 侯继长微微一笑 想表现出一丝自禁 但是这是何等样的大事 他虽自好清高 但想到十年寒窗之苦 家中父母殷切期望 诸多身旁世子艳羡目光 也不免有些飘飘然起来 嘴唇不自禁地裂开 露出了极开心的笑容 此时 黄榜上侯继长 这三个金粉血旧的名字 似乎正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显得金贵无比 虔诚无限 四人这下不再分开 干脆网友仔细看去 又不知过了多久 终于成功地在黄榜里 找到了杨万里的名字 此时众人才真正相信了 昨天小贩大人的话 杨万里看见自己的名字 果然上了黄榜 激动万分 双目有些赤红 乐乐自言自语道 真的中了 真的中了 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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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忽然怪叫一声 从人群里冲了出去 跑到桥边 对着桥下的水面 大声吼叫了起来 声音回荡在桥洞之中 发出嗡嗡的声音 三位有人微笑看着他 知道他为何如此激动 杨万里八岁丧母 自幼在泉州孤苦长大 权亏父亲忍着饥寒 为他够了不少卷藏书 又一力劝他入族学 忍着白眼学习 极其困难地过了乡试 这才来到了京都 但是京都一跃 杨万里才发现 自己的才能应该是永的 自己的书论道理 比旁的世子 还要更切实际一些 但无奈和家山偏远 足学简陋 总是没有学到 京中学子们的繁华词草 一篇策论写出来 总是干巴巴的毫不隐忍 所以就连侯继长 石产利这些智友 也都认为他不可能屈中 杨万里自己 也没有存什么指望 所以花了最后的银子 买了一件学生间 最流行的家山 将石产利的文章 夹在了里面 想堵上一堵 哪里料到 竟还没有进入考院 就被居中狼范贤 给揪了出来 当时杨万里心丧若死 本以为自己 这十年寒窗 算是荒废了光阴 没想到这位小贩大人 却给了自己 第二次机会 考完出院 他没敢动 嘉一里的小超 自然做的策论师傅 毫无光彩可言 所以也绝了路重的所有念头 饮酒作乐 只是听说郭尚书被捕入狱 才多了一丝欢言 没想到昨天 小贩大人却亲自来 同服客栈看他 并且暗中点名 他可能会入三甲 背后是喜 绝望后是希望 这种情绪的冲击 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白天 杨万里过桥之后 站在珠墙之下 愈发觉着 昨天小贩大人的来访 是一场梦 他是不可能中的 却真的中了 杨万里望着 微荡河水里 自己那张 有些扭曲的面容 稍稍平静了一下 自然明白 为什么自己 短短数日间 能得如此造化 心中对那位 年轻的大人 好生感激 没有世子会注意到 杨万里的癫狂举动 就连河对岸 经过的京都市民 都没有投来好奇的目光 因为在京都里 这种场景 实在是太常见了 尤其是每年春围 放榜之时 考验珠墙左进处 总会凭空 多出许多疯子来 此时桥那头 看榜的世子们 脸色都有些异样 有的亢奋 有的颓然 重了的仰天长乎 未重的以头强地 各色模样 真是说不出来的 滑稽可笑 更有残者 嚎啕不止 抱着珠墙旁的 那株大槐树 用脸蹭着 任由伙伴如何 拉也不肯放手 直到将自己的脸颊 蹭出了鲜血 看着凄惨无比 第212集 庆国以科举取势 非高祖子弟不得受恩科 所以对于一般庶民学子来说 春围放榜 是他们能够改变自己人生的唯一途径 这种压力与动力 足以将温文尔雅的书生 变作狂颠不已的疯子 与那些在河畔碎碎念叩首拜天 感谢上天让自己取重的世子们比较起来 杨万里只不过喊了两嗓子 确实显得有些平淡 当然这也更加凸显了侯继长三人的沉稳 等杨万里回复了平静 兴高采烈地走回珠墙下石 三位友人已经将整张黄榜 仔仔细细看了个清楚 出乎意料的是 石产力居然没有上榜 而让大家在失望之余 有些高兴的是 程嘉林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了最后一排中 程嘉林满脸掩脂不住的兴奋 但是看着身边石产力略有失望的脸色 也不好表现得如何过分 安慰道 今次不住 明年再来 这是很老套的一句安慰话 但在这种情况下 似乎也只有这样老套一番 石产力苦笑了一声 看着身边那些失魂落魄的落地考生 勉强打起精神来 今次我们四人中中了三个 已经算是大戏了 比起往年的春围来说 今年这榜单公允太多 至于我们再做考虑也好 侯继长在一旁点点头 轻轻拍了拍石产力的肩膀 知道他虽然是四个人中最洒脱的人物 但是今日受的打击依然不小 转开话题微笑说道 也不知道小范大人是如何做的 竟能保了如此多人 我看榜单里比往年大不一样 那些有真才实学的名字多了起来 愚钝无能 单靠家事之辈却少了不少 应是监察院此次查科场闭案的关系 他们几个人此时已经走到了 河堤一处清静所在 坐了下来 说话的声音依然压得极低 怕给门师范贤惹什么麻烦 虽然此次抓的官员不少 但是除了那几个江南世子之外 并没有别的世子被曝光 有此可见 是在监察院动手之前 范贤大人已经做出了安排 他摇头苦笑叹息 心想 那位年轻的范大人 果然背景雄厚 竟能在国之大典里 做出这样的手办 不过看来 果然没有敢做范贤 今次榜单 要想的功允许我 数人又闲谈了几句精中局势 这两天 落马的官员着实不少 官场之上人人自危 倒是范贤看模样自信的厉害 此时一直有些沉默的石产力 忽然开口 我看 此次弊案被揭 只怕也与范大人 脱不开关系 其余三人震惊之余 喃喃说道 若真是如此 范大人 要比咱们想的更了不起了 科场闭案一事 当然与范贤扯脱不开干系 只是监察院下手极有分寸 虽然礼部尚书郭优知道了 但东宫并没有受到太深的伤害 所以一时间 太子那边对于范贤 也只是怀疑罢了 而且此次榜单之中 东宫需要的几个人礼 依然是中了三个 比起大皇子和书密院那边来说 已经是很不错的结果了 范贤坐在书房里 看着王启年抄来的黄榜 微微皱眉 这两日经理不太平静 总裁官郭优之 一位作师 一位提调 都已经被监察院请去喝茶了 而自己身为春围居中郎 主理胡明这个关键步骤 却一点事情也没有 不免会让有心人开始猜测 不过他也有些欣喜 他看好的那几个学生 除了性情最讨自己喜欢的 实产力之外 大部分都顺利地进入了榜单 至于电视后的结果如何 那纯要看个人造化了 他确实无法帮上太多忙 出了书房 迎面看见一个青色身影走了过来 反贤哀悠一声 就准备躲回房里 心里直视含苦 没想到父亲大人 今天居然会到自己的院子里来 斯南伯范健 如今已是名正言顺的户部尚书 但那张严整的面容 却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他冷冷推开儿子未来的 机关上的房门 排步走了进去 力声喝倒 你昨天又出去了 范贤苦笑着行李里 父亲 昨夜京都有雨 所以想出去逛逛 你以为你去同福客栈 能忙过几个人 范贤坐了下来 在侧房的林婉儿 听着声音赶了过来 赶紧喊丫鬟给老爷端茶 范贤温和地看着儿媳妇笑了笑 挥手示意她回房歇息 一转脸就寒若冰霜地说道 柯场之事 其中关联何其反复 你妄自做出那件事也倒罢了 我让你留在府里 便是要躲过这场风雨 你昨天又去同福客栈 见那几个学生 今日黄榜一出 众人都能看得清楚 那几个学生都在榜上 这让世人如何看你 孩儿虽然年纪小 但贾贾也是个门师什么 去看看考生到处寻常 至于这榜嘛 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何必在乎 可是最近监察院正在查弊案 这件事情的由头 就是你递过去的纸条 安智 如果你真是一心为国朝谋划 那就不应该安插自己的人手 入三家 如果你只是想借春围 培植自己的势力 那就不应该反水 将郭优之拉了下来 斯南伯看着面前 这个年轻的儿子 半赏之后叹了口气 不论什么地方 都有着自己的一套规矩 京都官场更是这样 官中有清官有贪官 臣中有禅臣有正臣 这是京卫分明的两条路 如果你想做正臣 就不要走禅道 听见父亲称自己的字 范贤知道老人家的心里 确实有些气 温和应道 孩儿不想做正臣 也不想做禅臣 想做 全臣 此话一出 书房里的空气顿时寒冷的似乎要凝结一般 半赏之后 范贤才轻声悠悠说道 全臣 怎样的臣子 才能称得上是全臣 他摇摇头 脸上浮现出一丝有些诡异的笑容 宰相有权 为父有权 臣平平有权 但难道 你以为做这样的臣子 就能称得上是全臣吗 不能 因为权 都在陛下手中 那你要做怎样的权臣 手中有权 万事无忧 孩儿想做一个连天子家都无法断我生死的权臣 因为我拥有保护自己的能力 却没有保护旁人的能力 所以孩儿需要权力 范贤看着自己的儿子 眼光里透出一丝担忧 范贤无奈一笑 之所以他会选择这条异常艰险且无趣的道路走 自然是因为内心深处 魅抹极浓重的黑色 许久之后 范贤的眼中透出一丝寒光 以后不要这样胡闹了 陈平平能保得住你一时 不能保你一世 所以我警告你 和监察院方面 不要走得太近 孩儿知道 所以需要父亲不识体调 他知道父亲向来很忌惮 他接受监察院的事情 只是范贤自己却不肯放弃 范贤缓缓闭上双眼 说道 今次之事你处理得非常差 就算郭宝坤店上发话 让你猜到国家其实是长公主的人 但你也不该亲自出手 如果事先你对我说了 凭我与宰相的力量 可以天衣无缝地借科长弊案 将他除掉 而不至于落到目前进退两难的境地 感谢收听本集 庆余年 我是剧中范 第二百一十三集 范贤知道父亲说的话是对的 自己冒险与监察院联手处理郭尚书 只会造成一种开放性的结尾 谁也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 主动全在院里 范贤想了想以后说道 这或许只是很多人不屑一顾的 廉价的正义感 但范贤仍然保留了一点点 他目前只是担心 陈萍萍的后手究竟是如何安排的 似乎猜到儿子在想什么 范贤睁开双眼 目光里有一丝安慰 有一丝忧愁 你可以放弃幻想了 陈萍萍一定会让所有人知道 此次接弊案 是范家长公子一手做出的好事业 范贤苦笑 知道父亲说的是对的 陈萍萍才不怕什么东宫太子 只要能让他树立名声 只要能让他距离掌握监察院更近一些 陈萍萍什么动作都敢做 离开儿子的书房前 四南博范健淡淡说道 以后做事要成熟一些 像全臣这种幼稚的宣言 你自己搁在心里无聊就好了 没必要对我说 二月底的某天 京都官场里忽然开始流传一种传言 此次春围闭案之所以能够被如此快速准确的查破 全依赖于监察院掌握了一个会考学子的名单 而这份名单却是今次科举居中郎 素有师仙之称的小范大人提供给监察院的 据说范贤大人对于科场之上的击毙深恶痛绝 对于天下秦学世子十年寒窗 却无法拥有一个公平的近身之街 感到异常的愤怒 所以才会不顾官场中的层层罗网 奋勇尚书陛下 更不惜将身卖于朝中贪官 以获取那份重要的名单 总之传闻很离奇 传闻中的范贤大智大勇 明明那份名单算不上什么秘心 却被说成了庆国官场里最阴森的纸条 这种手段 范贤一眼就瞧了出来 肯定是监察院八处那些家伙弄得玄虚 这个传闻一出 范贤顿时成为了礼部诸官的眼中秀钉 肉中道刺 但是另一方面 范贤在京城百姓与天下世子心目中的声望 再上了一步 虽然太学方面和同文革方面 一直保持着沉默 但今日之范贤 已经奄奄然成为了读书人的精神领袖 范贤整整衣领 整整袖子自嘲道 这领袖也太新了些吧 然后轻轻拍了拍身边妹妹满是担忧的小脸蛋 担心什么呢 哥哥可是庆国最厉害的太子党之一 他说话的声音极清 用词极古怪 但范若若依然听明白 虽然没有听明白那里隐藏的再深一层的意思 林婉儿没有听见 就算听见了估计也不会懂 反正她也不像小姑子那样担心 笑眯眯地将皇后娘娘赐得欲如一小配件 寄到了相公的腰带上 假装胆了些灰 说道 早些回来 果然如思南博所言 范贤所做的事情太过于不成熟 留下了太多的麻烦 传言一出 京都震惊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到了范贤的身上 因为弊案垮台的官员背后的人物 虽然忌惮范贤的背景 但依然开始蠢蠢欲动 今日晨间 已有御史台的年轻御史们上书宫中 弹劾范贤 亦有舞弊之嫌 更有不得之刑 范贤此时出门 便是要付刑部受审去 本来科场弊案一直是监察院在查 但是那些因为弊案大受折损的官员 哪里肯让监察院去对付范贤这个污点证人 所以用的是刑部的途径 刑部方面向来与宰相不怎么搭路 与范贤也没有什么交情 走出小院 丝丝半蹲一里 满脸恭敬地说道 少爷走好 范贤看着这个近些日来 不怎么见面的大丫鬟 哈哈笑的 小时候就说过 走好两次不大吉利 那祝少爷早去早回 成 给少爷煮玩小米粥喝喝 放些淡粥的甜粒 许久没尝过你的手艺了 对了 让你抄的那些东西怎么样了 这些日子里 范贤不知道怎么处理与自己一道长大的思思 又不想让他在饭府里继续做丫鬟 所以干脆安排他去书房 帮自己抄书 思思这些日子里极少与少爷说话 一颗芳心深处 自然有些不安 此时听着少爷发问 喜气洋洋地说道 快抄完了 如此就好 范贤点点头往外走去 对跟在身边的妻子和妹妹笑道 瞧瞧 我一手带出来的丫鬟就是不一样 比弱弱你还镇定些 那是思思不知道 今天这件事情有多严重 确实严重 范贤接避案得罪了太多人 看朝中官员不惜与宰相和斯南伯斯开脸 也要上书参谈 也要动用文书锁他去刑部 就知道这事情相当严重 出了范府正门 一向安静的城南大街 今日却显得十分拥挤 刑部来拿人的官差愁苦着脸 像小偷一样躲在石狮子后面 正门处 范思哲又领着范府一帮护卫家丁 手指长肘将官打 嚣张无比 而街上也涌来许多 听闻范贤要受审的世子百姓 他们已经知道范贤 与这场震惊京都官场的 科场弊案的关系 百姓们简单的心思 不会考虑此事背后隐藏着什么 只知道小贩大人才学好 心肠好 是个好人 好人今日却要去受审 所以都替范贤感到冤枉 范贤站在门口 微笑着看了一眼府外的人群 发现里面大部分都是年轻的学子 知道陈萍萍玩这招果然是有效果 低声对身旁的藤子精说道 水厂林那四个人 如今在哪里 依少爷吩咐 眼下有监察院的大人们暗中保护着 王启年大人建议 应该将这四个人送到静王府去 免得为朝中那些不长眼的官员 借此事构兴大人 但属下一位 少爷应该不想在此事上 与静王世子产生关联 所以拒绝了 范贤有些意外地看了藤子精一眼 没有想到他能猜到自己最不想看见的局面 如果将那四个学子送到了静王府 看似安全 但全落在东宫的眼中 他接闭案就不再是纯粹出于正义感 与陛下的旨意 而是想站在二皇子的立场上 打击太子 那样一来 他与东宫的关系就再也无法缓和了 看见范贤走出府门 围观的世子们爆出了一阵欢呼 纷纷向前涌来 大声喊着什么 无非是表达极等 对于小范大人铁肩担道义的仰慕以及声援 范贤像前世的明星一般微笑着 挥了挥手 轻声对滕子精说道 读书人最大的问题 就是太单纯 滕子精笑了笑 没有说什么 范贤忽然开心地笑了起来 日后若有机会 你想不想出境做官 凭家中的势力 帮你做个六七品的一方父门 还是没有问题 童子精一愣 先想 我虽然读过书 但向来做的都是护卫 怎么少爷扯到要做官 但马上想到 少爷可能是需要在庆国的周郡里 有自己信得过的人 一正之下他硬道 全凭少爷安排 我安排 可惜庆国没有巴凌郡啊 范贤那张脸本就生得清美 此时开怀一笑 更是阳光无比 如春风一般 让那些前来生源的世子们大感欣慰 师先范贤 便应是长这个模样才对 第214集 范贤揉揉范思哲的脑袋 喊弟弟不要胡闹 这才礼貌地与刑部官员 打了一声招呼 上了自家的马车 往刑部驶去 人群渐渐散了 那些赶考的世子们 也追向了刑部衙门 没有人注意到 范府强悍的侍卫们 拱卫着另外一辆马车 出了城南大街 往皇城的方向驶去 马车里坐着的是林婉儿 昨夜便与范贤在床上商量好了 今日他必须入宫一趟 向东宫及其他宫中 解释一下事情 转还一下关系 话说另外一边 范贤已经单身一人 有些孤单地走入了刑部大堂 这大堂有些阴森 风儿嗖嗖地往里灌着 初春的天气 竟让他感觉有些寒了 但范贤游自微微一笑 对着坐在高处的三位拱手一礼 见过三位大人 春围弊案势大 范贤又是其中的关键人物 所以今天来听案的 除了刑部尚书之外 还有大理寺与御史台的两位高官 大堂两侧 各有一排刑官十三衙们的官差 看着十分恐怖 范贤皱皱眉头 发现对方迟迟没有回话 半晌之后 忽听着一阵喊微声起 那位刑部尚书韩志伟 才冷冷问道 今时今日的范贤 早已不是初入京都 在京都府衙里 一昧微笑的出声牛犊 他看了这位尚书大人一眼 淡淡道 正是下官 今日换你前来 主要是要询问一下春围之事 范贤笑了笑 将话挡了回去 据下官所知 春围避案应该是监察院奉旨办理 不知道刑部也在其中 坐在上头的三位大人 听着这毫无礼数的回答 大敢恼怒 但知道面前这个人正是当红之时 背后又有一位宰相 一位尚书 避案事后更得世子尊重 也不好拿他如何 这位刑部尚书韩志伟 向来自诩清明 最见不得此等娇贵模样 鼻子一哼说道 本官乃是奉旨协理此案 你不要逐班推托 下官不曾推托 只是不知尚书大人招下官前来 究竟是所寻何事 如果是问春围避案之中逐班细节 实在抱歉 监察院早有严厉 下官在案劫之前 不得妄自对外套路 大理寺少卿气急返校 说道 难道朝廷问你 你也不答 监察院是朝廷一属 刑部衙门是朝廷一属 三位大人也知 此事牵涉故国 下官实在不知 应该如何处理 清律里 又没有写个明白 一开口就着了个软钉子 这堂堂三思 感觉竟是什么都没法再问了 三位大人对视一眼 看出对方心中的恼怒 此次范贤毫不讲规矩地 将礼部尚书郭优之掀下马来 实在是惹怒了许多金官 幸亏大多数官员 看在宰相与范尚书的份上 不敢如何 但是这三位大人 各自背后 各自的心中 却另有来头 另有盘算 许久之后 刑部尚书韩志伟 忽然含声问道 昨日御史上章参你 范丰正可曾知晓 知其事 不知其详 范贤 你不要仗着你的些许才名 深厚背景 便如此狂妄 也不要以为老夫会相信 你接此弊案 真是一心为国为民 若你不将自己在春围之中的龌龊行径交代清楚 休怪老夫对你不客气 大人此话倒有些问题 若下官在春围之中做了什么 难道还会干冒齐险 将此事上奏朝廷 至于语出二字 缘物奉还 不敢败手 大汉 三位大人齐声痛斥 在京中这么多年 哪里见过如此狂妄的后辈 韩志维气得胡子直斗 痛骂道 不要以为这满城京官都会惧怕你身后背景 须知本官能够执掌刑部八年 靠的就是一身正气 而不是你这世人恐吓的手段 长案之事在乎实据 哪有像大人这般慷慨激昂 发表议论的作品 下官实在好声不紧 好 好 那本官来问你 二月十六日 你是否去过同福客栈 范贤知道他问的是 那个雨天的事情 微笑应当 正是 你是不是去见了杨万里等四人 正是 杨万里在春围入院之前 你是不是曾与他耳语 正是 你身为此次春围居中郎 身负奸厂胡鸣重任 罢了 本官直接问你 杨万里是否被陆入三甲 正是 当日院外有多名人证 可以证明你已经查出杨万里 又在衣衫中夹带 你为何放他入考院 范贤心头一笑 心想 那件仇医早就交代王启年 让杨万里回来 哪里会有丝毫的 此事 此事决然没有 没有 正是 好好好 那本官问你 当日考院之外 那么多考生被搜出了舞弊之物 你是不是依然将他们放了进去 范贤微微一临 知道这事往小了说 连事都算不上 但如果对方真的咬住这点不放 确实有些麻烦 但依然沉稳硬道 正是 好 韩志伟有些黑瘦的脸上 闪着某种光彩 盯着范贤的双眼 既然你都承认了 那本官只好收你入狱 留待祥场 下官承认了何事 我问你的话 你全部承认 此事显而易见 无品奉政范贤 身为春围居中郎 暗中与考生杨万里等诸人勾结 迎私舞弊 使律法如物 使圣恩于物 实在是胆大包天 范贤眯眼看了这位尚书一眼 便解道 下官何曾承认过 不错 下官确实在2月26日 见过杨万里 那是因为下官欣赏此次财学 其实必然爆发 若下官真有寻思之嫌 又怎会在当日 就去与他会面呢 而且会面的地点 就在同福客栈 其实学子云集 难道我就不怕旁人闲话 既然下官敢去 虽不敢说 就能以此证明 下官心中一片 记忆月清风 但怎能以此判断 我与杨万里有勾连 好叫老大人知晓 我与杨万里第一次见面 便是在考院之外 若说事先有所勾结 实在是冤枉 那你如何解释 此准夹带学子入考院 范贤微微皱眉 当时看见的人太多 全怪他太没将庆国的春围当回事 所以刑事才如此嚣张 他无奈地摇摇头 因为下官受监察院所托 要暗中盯着那些科场之上的贪官 所以不好音小失打 至于其中详细缘故 尚书大人大可发文去监察院 令他们细细盗买 韩志维怒哼一声 心想 监察院是皇帝陛下的特务机构 如何去问 他越看范贤那张漂亮脸蛋 越是生气 将牵筒一推 大声喝倒 旁上同时有两个人 说出这三个字来 其中一位是大理寺少卿 他苦笑着劝着刑部尚书 眼前这后生才 可不是一般的权贵子弟 打那是万万打不得的 自己身后的贵人 也只求能够教训对方一把 治对方那桩罪名 哪里敢打呢 上书韩大人稍一冷静之后 才想起来范贤不只是宰相的女婿 上书的儿子 更是陛下极欣赏的一代文臣 而且韩志维身处六部地狱 哪有不知道林婉儿身份的道理 被两位同仁提醒之后 韩志维不免皱起了眉头 若真的将范贤打出个所以然来 自己还真不好向宫里的 其他贵人交代 接着三位大人却有些好奇 另一个说打不得三个字的 又是谁呢 三人往堂下望去 才发现范贤正满脸无辜地 看着其他 大理寺少卿有些好笑 忍不住开口问道 为何打不得 下官是举人出身 依庆侣不用下跪 问话时不得随意行训 故而言道打不得 不然 若明日御史大人来兴趣 参寒尚书一个不遵庆侣 那岂不是成了晚生的不是 审案三人中的督察院御史大夫 郭征 其实是郭优之的远亲 上餐揍范贤的 他是领头之人 此时听着对方言语之中带刺 不由韩寒笑了起来 轻声说道 范大人不止才学了得 连庆侣也熟得很 但你可知道 庆律手书中有十五大罪 是可以不用理会你 先前讲的规矩的 这位御史大夫 自然不会真的敢对范贤用刑 但是用言语恐吓一下 出出这些天理精官们的郁闷气 倒是很愿意做 范贤摇摇头 仍是满脸无辜 依然打不得 大理寺少卿 是三思中与科厂弊案 牵连最少之人 不免好奇道 施舍大罪 小范大人又不肯开口自辩 这堂上为何还是打不得 范贤却依然玩得着千言万语 不如抬出监察院的把戏 诚恳应道 施舍怨无机敏 下官未得监察院 相关职司允许 实在是不敢详谈 这案子审的实在是一个憋屈 三位大人忽视一眼 看出彼此的忌惮与恼怒 这打又打不得 如何才能让范贤开口认账呢 他们身后各自的主子 立意要让范贤吃些苦头 断然没有就此将他放回府中的道理 正此时 忽然一位师爷满脸紧张地 从侧帘处跑了进来 附到刑部尚书韩志伟耳旁 说了几句什么 韩志伟的脸色马上变了 双眼里横光一射 却又有些隐约可见的畏惧 范贤微眯着眼 看着上面 体内的霸道真气 早已运转了起来 却只听见韩志伟 回话里断开的几个词而已 隐隐有东宫二字 狠手之说 不知道底是谁 递了消息过来 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让这位刑部尚书 如此惊悸难安 同一时间里 又有两张纸条 传到了御史大夫郭征 与大理寺少卿的手里 郭征面无表情地 看了一眼纸条 大理寺少卿 却是面露震惊之色 想了一想之后 竟是起身对身旁的 两位大人拱手一礼 人有三级 两位大人先审着 我去去就来 范贤心头一震 这什么样的指定 竟然会让这位 大理寺少卿 挽起了尿顿 来刑部之前 范贤早就查清楚了 那位刑部尚书 看似公正联名 实际上却是东宫的人 大理寺少卿 与淑敏院秦家的关系极好 而那位御史大夫郭征 却是青年时 与长公主 有些不清不楚的关系 如果不是范贤手中 有监察院这种恐怖的力量 一定不知道 隐藏了许多年的这层关系 郑思寸间 忽听着堂上一阵力后 来人哪 太学奉证范贤 咆哮公堂 事设弊案 人犯十五大罪 给我打 是 韩志维尚书 脸部肌肉一阵扭曲 似乎下了极大的决心 此时大理寺少卿早就溜走 看来他知道 接下来刑部大堂上 一定会出现凶险的局面 而他的主子 根本不想太过得罪范家与宰相 范贤双目一寒 盯着韩志维的双眼冷冷道 难道尚书大人 想屈打成招 御史大夫郭征的眼中也闪过一丝视力之色 喝道 给我打 两根烧火棍 朝着范贤最脆弱的禁骨处狠狠敲了口 刑部的十三衙门做惯了这等事情 棍下无风 依然凌厉 范贤脸色带霜 不动不闭 只听得吃拉两只 腿上裤子不经历 魁然碎成竖片 不过不是他的静脉 而是两根棍子 齐齐从中折断 露出森森然的木茬子来 范贤深吸了一口气 让体内的霸道真气缓缓流转起来 身上的衣衫缓缓飘动 腰间记着的那块皇后刺的如意佩剑 一晃一晃 他冷冷看了一眼四周逼上来的十三衙门差役 知道今天的事情 与自己的计划出现了极大的偏差 对方既然敢不给宰相和父亲留面子 真的动棍打人 那一定不止用刑这般简单 他轻轻向前走了两步 将脚下断坐两截的烧火棍踢开 冷冷地看着堂上强坐镇定的两位大人 知道自己犯下了一个最大的错误 那就是忘记了那个远在信阳封地的封女人 只是不知道韩志为牵涉其中 究竟是太子恼怒于自己的所作所为 还是皇后知道了一些很可怕的事情 牛兰街杀人事件已经过去了许久 在京都人的印象中 范贤只是一个失财惊人的文官 而似乎忘记了他本身还是一位武道高手 众人大惊 只闻一阵腰刀出鞘之声 生生寒心 无数把利刃对准了奥利堂中的范贤 刑部十三衙门用的刑棍是特制的 一般的七品高手在这棍下 也只有哀悠惨豪的份 但谁知道范贤体内的霸道真气 竟是如此的狂烈 居然不躲不避硬挨两棍 反而将棍子从中震端 这一幕吓坏了所有的刑部官差 此时他们才记起来 眼前这个看似文弱的漂亮文官 当年是曾经将北齐八品城巨树 开堂抛肚的强者 十几把妖刀已然出窍 在棍寒的刑部大堂之上 散着棍寒的光将范贤围在正中 范贤往前踏了两步 这十几把妖刀也畏惧地退了两步 范贤皱眉看着堂上的韩志伟与郭征 你们这般胡来 考虑过后果吗 韩志伟与郭征心头一寒 觉得堂下这个漂亮后生的话语 虽然淡然 但实则无比阴寒 宰相林若甫 虽然因为吴博安之事 在朝中声势大俭 但依然是庆国百官之首 加上那位与陛下 从小一起长大的户部尚书 韩志伟忽然有些后悔 自己不该按照那位贵人的吩咐办事 郭征因为恼怒郭幽之地垮台 加上仗着自己身后有长公主撑腰 知道事情既然已经开始 自然不可能和平结束 咬牙喝道 本官奉旨问案 能有什么后果 韩志伟心想事已至此 也再无反悔的余地 将心一横 不错 小藩大人 若你肯承认涉及春为弊案 自然不许用刑 若你不肯认证 以庆律本部自然可以用刑 范贤抿了抿有些薄的嘴唇 似笑非笑地望着他 十五大罪 十五大罪 将来有机会 得把庆律改改才是 谁能改律法 当然只有皇帝 幸亏范贤这话语极轻 不然落在旁人的耳朵里 就凭这一句话 也能将他范家满门抄斩 将这犯官拿下 话音一落 十三衙门官差已是 手持腰刀围了上来 刀锋乱起 有两柄刀 便已经要割到范贤的脖梗上 逼其就范 第216集 范贤冷哼一声 一直缩在袖子里的双手 像弹出去一般 轻柔却无比快速地伸开 化作两道青烟 打在这两个近身的官差的手腕上 紧接着无比快速地收拳而回 轻轻在他们胸腹上一推 这一系列动作太快 快到根本没有人看清楚 片刻之后 才听着咔嚓两声 呼的两声响 哄呼的两声闷哼 咔嚓是两个官差的手腕段 呼的声音 是那两把腰刀被真气震飞 斜斜向上 深深地插入 刑部正大光明匾额的两脚 这两把刀插在红日上方 就像是太阳生出恶魔的两个脚来 而那两个官差胸腹肩被范贤轻轻一推 整个人便惨惨地向后飞了出去 摔在两把椅子上 将椅子砸得粉碎 发出了两声闷哼 众人惧惊 想不到范贤的实力竟然强悍到如此地步 下意识地退开了半步 郭征倒是不急不躁 微笑着望着堂下的范贤 当堂殴打官差 罪佳一等 韩志为明白他的意思 能不能用刑是小事 只要能将罪名夹住到范贤的身上就好 范贤越是不肯束手就腹 反抗得越激烈 那就越好 郭征望着范贤微笑说道 小范大人还是老实一些的好 知道阁下文武双全 要从这刑部大堂逃离 也不是什么难事 但是难道你想唠个造反 无君无腹的罪名 他的手指轻轻扣响案板 十分满意目前的局面 小范大人此时若反抗 便是心存不轨 若不反抗 就乖乖受刑吧 他最后又加了一句 若小范大人想杀出刑部 请自便 只是有些可惜 可惜啊 堂堂一代诗仙 世子心中的偶像 竟然要因此等大罪名 惹得何府不安 名声涂地 范贤宁静地看着他 忽然开口说道 小爷其实是被吓他 这说的是小时候天天赏诗的经历 他想到刚才郭玉璇那几番话 倒真有周星驰在九品芝麻关里的几分风采 双目中寒光一战几脸 知道自己不可能杀出刑部 却又不肯受刑 于是只有拖着 拖到自己身后那些人反应过来 杀出刑部自然是大罪 也罢 我就在这儿陪两位大人聊聊天也是好 说完这话 他自去旁边坐到椅子上 眼帘微锤轻声说道 你们若是用刑 我自然会反抗 如果不用刑 我也不介意在这儿多坐一坐 两位大人 什么时候审完了 麻烦通知夏官医生 我好回家喝粥 这已经是今日审案 韩尚书贺的第三次 范贤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轻轻一拍身旁的茶几 掌上霸道真气壶云般轻视 顿时将木制茶几拍成了无数碎片 然后他抬眼看了四周的差役一道 为这温柔的目光一扫 想到这位小范大人所表现出来的恐怖实力 十三衙门评宿里鬼神不计的官差们 竟是没有一个敢上前一步 自开国以来 刑部大堂上 从来没有出现过今日这般荒诞的一幕 不像是现实里面可能发生的事情 倒像是范贤前世时 偶尔描过的看不懂的话剧 被审的犯人 好整以挟地坐在太师椅上 四周的官差不敢上前 天生这犯人还不肯杀出刑部 别人却拿他没有办法 在范贤这一世的人生中 浑下所作以凳 总是会在某些很妙的时刻 表示他的态度 或者愤怒 或者准备反击 在淡州的时候 十二岁的范贤 曾经踩在小板凳上 将二管家打得满脸桃花开 出入京都那天 他曾经在偏门之下 坐在太师椅上 强压着心头的恼怒 准备迎接二姨娘的温柔言语剑 如今在刑部大堂之上 他依然安坐太师椅 满脸平静地 看着这两位想用棍棒 教育自己的高官 心里推算着 幕后除了长公主以外 究竟还有谁 刑部之中再次陷入僵持与对质 看着被十三衙门持刀 围在中间的范贤 郭玉使并不着急 他知道今日户部尚书犯剑 还有宰相林若府 都被另外的事情拖住了 有的是时间 等杨万里纳干人证入堂 他微笑着说道 明日我便将今日之事上奏陛下 看看你还能不能仗着父辈权势如此嚣张 不要以为我就不能入你的罪 一会儿 等杨万里一干人证到来 韩尚书依然要拿你 若你到时候还敢反抗 休怪三思情旨 是你个谋逆之罪 郭大人 今日既然双方脸皮已撕破 那我也名言了 如果杨万里等人有什么问题 你就准备后事了 这是赤裸裸的威胁 庆国开国以来 赶在刑部大唐之上 平以无品关身 威胁当朝上书与督察院御史大夫的 范贤当时第一人 感受到范贤清淡话语里的杀鸡 韩志为无来由的心中意涵 眼角有些不吉利地跳了两下 范贤 要知道你是朝中官员 不是以剑立威的强者 今日你大闹刑部 我倒要看你如何收场 刑部妄想驱打成招 堂堂御史不愤 郭尚书因必安去迟 妄图报复 我不知道你们又有什么关系 明日本官便将今日之事 扬扬做一大副 四海传去 以好交万民知晓今日之庆功 官员尽是怎般嘴礼 以好交圣上洞察 今日之朝廷 这些臣子到底是在听谁的 随你如何说 郭征知道以范贤如今的名声 要做成此事倒不是不可能之事 小范大人知道弊案降略 为何不报上司 经朝廷查处却通过监察院行事 总之藐视朝廷这桩罪 你是坐实了 我倒要看范尚书明日 如何向朝廷交代此事 此话咄咄逼人 范贤清秀的面容上 忽然闪过一丝杀意 站起身来 冷冷盯着台上那两位高官 四周的官差紧张起来 将手中利刃对住了范贤的要害 便在危机一触即发之时 刑部之外却传来 闫若海冷酷的声音 范贤微笑叹息摇头 有些可惜院里的人 来得早了一些 一阵急而不乱的脚步声后 监察院四处头目 闫若海已经从刑部外面走了进来 身后带着一大群监察院的密探 声势煞势吓人 见到监察院摆出这种阵势 郭征却无多话 只是皱着眉说道 想不到闫大人也来听案 闫若海却是理都不理 这位监察院的御史大夫 看着椅子上那个漂亮的年轻人 微微一笑 本官监若海 见过范公子 范贤也站了起来 微笑道 监大人再不来 我今日只好拆了这刑部 然后逃亡天下 这自然只是一句玩笑话 韩志维看了监若海一眼 皱起了眉头 心想 监察院怎么也来搅局 小范大人咆哮公堂 欧打官差 其最难设 无论谁来 只怕今日也是出不了刑部的 何况本部早已发指前去锁拿杨万里等一干人犯 等人正一致 此案自然大白 不用了 十三衙门的官差前去同服客栈拿人 已经被我院一处木铁大人亲自拿下 现正在监察院里喝茶 尚书大人 尚书大人待会儿若是有空 不妨去将你的下属领回来 感谢收听本集庆余年 我是剧中盐若海 和洪公公的扮演者 向盘 第二百一十七集 拿人的反背呢 刑部的颜面就在今天完全丢光 韩志伟指着颜若海的鼻子骂道 监察院什么时候有资格管我刑部之事 我刑部拿人 你们凭什么从中拦阻 春围必按时本院在办 圣上旨意中刑部与大理寺只是协理 既然是协理 就要做好协理的本分 杨万里等四人 一直在本院看管之下 尚未定罪 怎能移交刑部 尚书属下那些牙医太过混账 穆大人将他们请回监察院 有何错之有 杨万里之事罢了 只是一向来朝廷辩误的规矩 这位小范大人是刑部先发的文 今日既然他已经站在刑部的大堂之上 任你监察院说破天去 也休想将人带走 直到此时 三思都不知道范贤与监察院之间真正的关系 只是以为范贤接闭案与监察院打交道 再加上与费界的师徒关系 监察院才会想到要回护对方 所以抢先用规矩来压盐若海 盐若海皱皱眉头 看着那些围在范贤身边 手中拿刀的十三衙门丽员说道 怎敢对范大人如此无礼 郭征见他不听自己这堂堂都查院御史的说话 无比恼火 心想 监若海的品级比他低了如此之多 怎么敢如此无礼呢 这位御史一向少与监察院打交道 所以根本不知道监察院的嚣张 监若海再皱眉 望着韩志维抱拳一礼 尚书大人 小官奉令请回小范大人 还请通融 韩志维看见监察院人来了 就知道今天这事麻烦 自己背后的主子 只怕也没有料到陈平平会插手 但是今日已然势成其虎 他咬牙道 安慰神洁 怎能带人 袁大人 这和规矩不合呀 他学着郭征的口气 处处以朝廷规矩压人 监若海三皱眉 挥了挥手 无数声闷哼 似乎在同一时间内响起 只见刑部大康之上 全风脚影相加 十三衙门的人根本来不及反抗 围住范贤的那些人 就已经被绞了蟹 惨被击倒在地 生死不知 监察院四处 向来是监察院除了五处之外 武力最强的一个部门 又岂是这些刑部差异所能抵挡 范贤发现身边终于清静了一些 笑着挥了挥衣袖 走到盐若海的身边 麻烦了 本来以为只是会让王寝年来一趟而已 韩志维拍案而起 打怒道 如此无视朝廷刚进 难道你们监察院也想造反吗 明日尚书圣上 定要治你们个死罪 盐若海四皱眉 回身说道 以朝廷规矩 监察院八大处官员只受黄命 遇紧急状况可暂避庆律 非圣上明旨 六部三思二院不得擅自审讯 难道尚书忘了这一条 严大人这种大头目 三思自然是不敢审的 但是小范大人 又与你们监察院有什么关系 八大处是哪几个人 这京都官员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什么时候小范大人成了八大处 要知道监察院执司 向来要经过五年才能续证 小范大人今年时期 难道他十二岁的时候 就开始掌管监察院一处事务 没有人会相信 所以郭玉石与韩尚书 根本不担心范贤今日敢踏出刑部大门 只要他敢踏出刑部大门 那就是藐视庆率 大罪难受 加上范贤又得罪了如此多的金官 朝义汹涌之下 就算是宰相大人与范尚书 也没有办法保住他 陛下也不得不降罪于他 严若海看了一眼范贤 温和一笑 范贤微微一笑 手指伸到腰间 将皇后刺的如意小配件解了下来 随手扔给了一位监察院立员 然后慢慢地掏出一块木牌 那块木牌色泽微黄 上书着提丝两个大字 他将手直直地伸向郭玉石与韩尚书 两个人齐齐往前伸着脖子 看清牌子上写的什么以后 震惊无比地 颓然倒坐在椅子上 那块木牌 就像是远远地扇了这二位朝中高官两记耳光 二位大人再会 说完这句话 他就与严若海二人 在监察院立员的拱位下 施施然向刑部大堂外面走去 堂上桌后 郭玉石满脸铁青 韩尚书靠在椅背上沉思 谁都没有料到 范贤竟然有监察院提司的身份 提司是什么呢 那是监察院八大处之上的超然存在 是监察院里面最隐晦的一个执司 朝中官员多有猜测 但谁都没有料到 那位传闻中阴险无比的提司大人 与这位满腹失滑 一脸阳光的小贩大人 竟然是同一个人 怎么办 韩志为睁开眼睛 眼中射过一道寒光 无论六部还是三司 都没有资格审讯监察院提司 除非陛下下旨 但你我都清楚 陛下不可能下这道旨意 郭征皱了皱眉头 看着消失在刑部前 时接的那一大队人马 真是个铁做的乌龟 竟是找不到下手的地方 不过还是有些好奇 范贤为什么一开始不谅明身份 非要来刑部走这一遭 难道他真的不怕 我们动用朝中高手 抢在严若海来之前 将他擒下 韩尚书也赶不及 但他的内心深处 却是大有忧患 既然今天根本无法咬死范贤 那么迎接他的 一定是马上到来的强大反扑 他叹了一口气 想到范贤最后说的再会二字 慢慢品杂出来一股苦涩之意 一股恐惧 不知道自己身后的势力 能不能保住自己 走出刑部大堂之外 范贤平静说道 院长大人比我亮明身份 也不至于非要玩这么一出 无聊的心 院长以为 既然刻意要让这京中诸生 知晓大人的身份 那自然需要在正确的地点 恰当的时机 用一种相对而言 戏剧化的手法 展露出来 今日 在沁国刑部大堂之上 京中世子云集门外 为大人名冤 正是大好的时机 范贤摇了摇头 没有说什么 其实今天还真是有些刑险 那些隐藏在六部后的强大势力 如果想避其功于此意 完全可以有更狠的法子 如果自己不是在苍山中 修行效果显著 他也没有信心 敢在阴森公堂之上谈笑自入 监察院是特务机构 所以名声一向不好 所以院长大人 才将你揭破弊案的事情 大肆宣扬 率先将你的名声树立起来 这样 监察院提私的身份曝光之后 才不会让那些世子百姓 一想到你 就害怕反感 原来 只是一个形象塑造工程 范贤深深吸了一口气 先前胸中的郁闷还未散去 日后自有详细计较的时辰 颜若海刚才没有听明白 这个年轻的提私大人此话何意 从身旁下属的手中 接过范贤先前解下的 玉如一小配件 避到了范贤的手里 第二百一十八集 范贤将这块玉如意 在手掌中轻轻抚摸着 忽然开口问道 婉儿入宫对太子解释 而且我自认此次春围 也没有怎么损伤太子的颜面 以太子的性格 应该不会如此靠领 先前韩尚书固然很拉起来 倚仗的究竟是东宫来说 不是太子 自然就是皇后了 皇后 范贤一条眉毛心想 我犯嫌得罪的人是越来越多 只是不知道皇后 是不是因为我很害怕的 那个原因在对付你 她握紧了手中的玉如一配件 想到这个配件也是皇后赐 下意识里便想扔掉 宫中赐物 你随意处置 这是大罪 谢谢提醒 只是如今我提私的身份 马上天下皆知 还有哪个衙门 敢不长眼来审问 衙门不敢审 宫里敢审 颜若海轻轻拍拍范贤的肩头 发现这个年轻人 比自己的儿子还要小些 摇头叹息 范贤点头受教 然后诚恳说道 此行被棋 请颜大人放心 我一定会将师兄平安带回来 多谢 范贤走出刑部大门 一直围在街上的世子百姓们 看见涌街弊案的小范大人平安走了出来 抱出一阵欢呼 欢喜无比 范贤向四周微笑致谢 这才明白为什么他今日会在刑部表现得如此嚣张 原来这是因为他终于做了一件自己认为十分正确的事情 就像前世看小说时那句话一样 什么是正道 正道就是做对的事情 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这种感觉很好 很强大 刑部之事 马上传遍了京都四周 人们预料之中 监察院 宰相 与范尚书这三大巨头 对刑部督察院的反击并没有马上展开 这一点出乎了所有官员的预料 而电视的时候 庆国皇帝陛下终于淡淡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 范贤所看中的那几个人都被选入了二甲 至于壮远榜眼探花 并不出奇地归入到了一些成名已久世子的头上 而且范贤清楚 这三位的名字也曾出现在那几张纸条上 当初自己胡名的时候 也是做过手脚的 皇帝陛下对于科场弊案表态更明显的一点 还在于当时电视的具体情形 传言之时 百官十分讶异地发现 太学无品奉赠范贤 有些扭捏不安地坐在前排 坐在太子和二皇子的下手 微修笑着 似乎今日未饮酒 所以不像土师三百纳叶一般狂放 有些不适应被万众瞩目的感觉 在范贤大闹刑部之后 京中百官早就知道了他的真正身份 更知道监察院借题发挥 倚仗着范贤监察院提私的法外特权 将刑部尚书韩志伟 与督察院御史郭征的脸皮全部扒光 而听闻那夜宫中也出现了好一阵扰嚷 监察院提私 是一个很阴森的直私 众官始终难以将手握无数密探 暗自操纵着官吏生死的决策 与范贤联系起来 但无论如何 此时众官再看范贤的时候 已不再仅仅是将他看作一个文臣 一个背后有大背景的权贵子弟 而是第一次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范贤的实力 殿逝之后 春围科场闭案依然在监察院的主理下 缓慢而坚定地审理着 而那位范提斯却安静了下来 知道内情的人猜到 范贤在准备数日之后的出使仪式 三月初三 电视结束 传宴结束 插花结束 杨万里 投计厂 程嘉林 外加一个石产利 这四位骤然天降横幅的书生 终于去了个空 有些不安地坐着马车 来到了城南大街的范府门口 杨万里抬头看着范府那阔绰的门脸 有些紧张地瞄了瞄门口 蹲着的凶恶实施 有些紧张 侯继常是这四人中最沉稳之人 但头一次来到这等豪贵之府 也有些紧张 强称笑言道 小范大人都是见过的 年轻有为不说 谈吐也是极有趣的人物 五四朝中旁的大爷那般面目可憎 紧张什么 程嘉林在旁嫩嫩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前些天被刑部与监察院一闹 他们这四个人按道理来说 以人言来论 谁都已经将他们归到了范贤的门下 电视已过 是无论如何都应该来府上拜门的 说回那日同福客栈里 这四个秀才忽然间发现 庆国最恐怖的监察院 居然为了自己和十三衙门的差异大打出手 险些没吓死 石产利的性情是最温和洒脱的 此次反正没中 所以比旁边三位友人要显得轻松许多 指着他们笑道 我看你们确实挺紧张 不过大约不是拜访门师的紧张 而是发现小范大人忽然摇身一变 成了监察院的提司大人 这才有些隐隐畏惧 初兄 我说的可是正理啊 杨万里又看了一眼那石狮子 谁也料不到 怎么没两天 失先犯贤 忽然就成了监察院权力最大的官员之一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监察院那是多么可怕的地方 朝中这些官员向来忌惮三分 小范大人入了监察院 这名声确实有些不好听 不知俗人的偏见罢了 那日在同福客栈之中 你也曾经说过 监察院在监督力之上 是极有好处的 他转向有些不以为然的侯继常说的 郭尚书入狱之后 你也曾经为监察院举杯 本的 如今发现门师是监察院的高官 你反而如俗人一般 想敬而远之 此次春为弊案一事 天下皆知是小范大人手工 后来才真正明白 原来他一直在为监察院做事 小范大人此举 不单单是造就了我们三个人的前途 更关键的是 也为这天下读书人谋了一个稍许公平些的道路 人人感激 就算知道他是监察院的提私之后 也没有哪位世子敢对他稍有不敬 至于你我几人 更不用多说 罢了 就算小范大人将来一直在监察院里待着 咱们还是得好生跟随 这点史兄不用多讲 我也早下了决心 正是此理 只是有些可惜了 但凡在监察院任职的特务头领 一朝廷规矩 就再也无法入阁伴向了 不明有些可惜了 小范大人这一身财血 此时程嘉林才有机会插了拒嘴 小范大人还有那个身份 本来仕途就无法大展 来年听闻还要执掌皇家内裤 所以 能进监察院任职 倒不算可惜 众人明白 他说的是范贤那个郡主驸马的身份 一想到几等数人 这位年轻至极的门师 居然会有如此多的身份 大家也觉得好生奇妙 四人在范府门口低声商议良久 终于驱除了一些心中的紧张 迈步向范府走去 地上早已准备好了的名次 范府门房 早就注意到这四个秀才模样的人物 满脸狐疑地接过名次一看 却发现是最近京中传了许久的那四个人 范府下人都知道 自家的大少爷新收了四个学生 原来就是眼前这四位 赶紧攻紧请入门房 上查侍候着 四人知道这是高门大足的规矩 但凡客人上门 都得先在门房引查代报 不料过不一时 那位门房满脸不好意思地回报道 少爷今日出门了 却不在府中 四位大人是不是留个口信 或是择日再来啊 四人不免有些失望 但内心深处无来由的 却又轻松了起来 天在此时 一台官轿停在了侧门之旁 门房赶紧上前迎着 从轿上下来一位 面目肃然的中年官员 双眼柔身有神 行过门房之时 停住了脚步 看了这四位读书人一眼 门房见主子停住了脚步 正要上前介绍 便只见主子摆摆手 转头面向这四个人 何声问道 你们谁是杨万里 谁是石产丽 谁是侯继常 谁是程嘉林呢 侯继常一惊 心想这位大人 居然不问而知 自己四人的身份 而且不是单问一个人的名字 竟是无一遗漏 想来是不想让几等 生出厚此薄彼之感 如此心神清明之人物 不想而知 一定是小范大人的父亲了 赶紧一礼拜下去 晚生侯继常 拜见尚书大人 他旁边三个人 此时才醒过神来 知道面前这位高官 便是小范大人的父亲 也赶紧失礼 斯南伯范健 微微一笑 看了侯继常一眼 略带赞许地说道 嗯 看来范贤的眼光果然不错 他不在家 若你们不嫌老人家啰嗦 黑本官进府贤婿几句吧 这是门师的父亲 应该怎么喊来着 四位读书人 虽然都将是明日庆国官场上的新兴力量 但是面对着这位老狐狸上书大人 哪敢多话 老老实实地跟在大人的身后 走进府去 天河路上那座最丑陋的建筑 仍然沉没在春光之中 道路两边著名的落花流水里 没有花瓣 因为春时尚早 花儿都还未全开 自然舍不得将衣裳扔入水中做紧致 京都的百姓们依然寻着老规矩 远远地躲着监察院行走 院门前的石碑 安静地注视着这些人们 似乎是在说 院子是保护你们的 你们为什么如此害怕呢 我要问老百姓 为什么会害怕监察院 就像是杨万里那四位世子一般 人们对于秘密特务机构的害怕 总是没来由 因为那个衙门里似乎没有光 似乎拥有的只是秘密与黑暗 监察院那个方方正正的房间里 七位首领正脸膝宁神 坐在长桌旁 他们知道今天的会议会很特殊 所以望着长桌尽头那位脖子院长的目光 都有些许疑问 一处的头领诸葛在这个房间里自杀之后 一处便一直没有首领 木铁也只是暂时领着京中的直司 所以今天八大处只有七个人 房门清华无声地开启 但这七位庆国特务机关最厉害的角色自然察觉 下意识扭头向门口望去 就连长桌尽头的陈萍萍也缓缓抬起头来 双眼宁静有神 一个有着威吓眼眸 满头乱发的老头子 勾着身子走了进来 众人略感诧异 却见费界将身子一转 轻声说道 他身后那位年轻人 有些不好意思地闪了出来 这位年轻人容颜清秀 堵之可亲 满脸挂着微修的笑容 拱手对桌旁的监察院头目们 行了一圈礼 有些不好意思轻声说道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就是范贤 监察院的会议室里 不免陷入了一阵 有些尴尬的沉默之中 谁也没有想到 范提斯大人 在监察院里的头一次露面 竟是如此的一个情形 与监察院向来的 肃杀气氛完全不合 半赏之后 终于有人忍不住笑了一声 范贤微笑着 双手抱拳 往里面走去 这里面的七位厉害人物 他只认识严若海一个人 其余的人都很面生 幸亏费介老师今天一直跟在他身边 不然他还真有些害怕 独自面对这整个庆国 或者说整个天下最阴森恐怖的密探头子们 在长桌的尽头 有一位老人正坐在轮椅之上 双眼清寒 却十分温柔地望着范贤 范贤无来由地在心底叹息一声 缓步走向前去 他早就认出了对方 毕竟十六年前 他初次来到这个世界时 就曾经见过他 这十六年里 老脖子的面容似乎没有什么变化 陈平平看着这个离自己越来越近的年轻男生 脸上浮现出一丝很奇怪 很满足的神色 范贤已经走到了陈平平的身边 陈平平张开双臂 轻声说道 孩子 到这里来 范贤缓缓低下身子 将头轻轻搁在老人的肩膀上 将身体投入对方并不宽广的胸怀 轻轻一抱 陈平平很瘦 两个人的身体接触有些轻柔 但范贤感觉很温暖 一老一小两个人就这样拥抱着 似乎身边的那些沁国的密探头子们 不存在一般 且容放肆这一时吧 许久之后 二人才缓缓分开 范贤很恭敬地行了一礼 终于见着你了 陈平平忽然发出极尖锐的两声笑 笑声中显得极其快意 除了费戒之外 不知道内情的七位密探头子 都保持着礼貌的沉默 但内心深处却是一片震惊 谁也不知道这位提斯大人 与向来离群所居的院长大人 究竟有怎样的关系 今天是范贤以提斯身份正式进入监察院的第一天 所以八大处的成员都在这里等着 一番简单的自我介绍之后 范贤安静地坐到了陈平平左手边的椅子上 而费戒坐在了陈平平的右边 陈平平看着自己的下属们轻声说道 他就是范贤 日后监察院的提斯 诸位的同事 请大家多多支持 陈院长介绍新进人员时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郑重歧视过 也从来没有说过这么多的话 七位头领都知道这些话的分量 站起身来 向范贤正式行礼 没有多说什么 从五岁时费戒教导范贤开始 范贤就知道 自己与那个天下畏惧 百姓避之不迭的特务机构 一定会发生些故事 尤其是知道母亲与这个院子的关系以后 他更是知道 自己总有一天 也会与这个院子发生一些很奇妙的关系 小时候他从费戒的口中 就已经知道了许多监察院的机构设置与工作流程 入京后连番多事 与监察院多有配合 自己更是在院外独立组了起年小组 今日又正式听了这番讲解 对于监察院的了解自然更深了一层 监察院是直属皇帝陛下的特务机构 权在六部之外 不受庆律所限 只依圣旨办事 下面一共分成了八大处 一处专门负责监察京中百官 在各要害部门安插着许多探子 是监察院最要害的部门 前任头目 就是暗中导向长公主 刚死数月的诸葛 二处负责各处情报的归拢分析 以及禁策 以供陛下及军方做出计划 三处是范贤最感亲切的部门 因为他的老师费戒 在没有退休之前一直是三处的头目 三处专门负责研制药物与各类偏门武器 范贤如今身上带着的迷药 春药和毒药 基本上都是三处的研制成果 四处就是严若海的部门 专门负责京都之外各郡各路官员的监察 以及相关情报的真机工作 权力范围远至国境之外 还包括了北齐与东夷城的部分 如果单以权限来论 是除了一处之外权力最大的部门 监察院五处一直住在京外 由皇帝陛下亲旨成立 是专门负责保护陈平平安全的黑旗 在必要之时 也可以进行骑兵的千里突袭 当年深入北魏秦获敌国密探 大头目肖恩 便是五处最光彩的一次战绩 可以说这个部门 是监察院中武力最强大的一束 第220集 六处是最不出名的 也是最恐怖的一个部门 就连范贤入京这么久 也没有怎么和对方打过交道 因为六处是专门负责处理暗杀的事宜的 当然从反方向说 六处也要负责保护陛下指定的人选 七处则是专门负责刑讯求敌之事 这是比刑部十三衙门更专业的存在 范贤当初在监察院大佬里 曾经看到过的那位不起眼的老头 就是七处的前任头目 八处 哎 八处啊 范贤看见那位中年官员就想笑 这是监察院里面 自己打交道最多的一个部门 半驳书局可是没少给八处上贡 虽然有关系可用 但是七叶掌柜还是很小意的按月给八处上工 这个部门在范贤的感觉中 有些像前世的那个老爷衙门 只是比那个老爷衙门的权力更大 更独立一些 简单的介绍完毕之后 这七位监察院的大头目 不需要范贤的自我介绍 因为范贤的履历实在是太清楚 太明白 太光彩了 整个庆国的人都知道 更何况这七位监如虎 狠如狼 猛如虎的密探头目呢 七位头目之中 范贤只认识严若海一人 却对六处和三处的头目比较感兴趣 因为在介绍的时候 负责暗杀的六处头目自我介绍时 前面加了一个带字 范贤有些好奇 那庆国最厉害的刺客究竟在哪呢 至于他对三处头目好奇 则是因为费戒在旁边无聊佳话 那位姓冷的头目 居然是费戒师弟的首徒 算来范贤应该叫对方一声大师兄才是 见面会结束之后 三处的冷头目 与四处的严若海留了下来 范贤与冷师兄凑到一处 嘀咕了好一阵子 说到毒药暗器什么的 不免有些眉飞色舞 严若海在一旁看着 有些毛骨悚然 才想起来这位提斯大人 是费老的关门弟子 也是和毒物一道长大的小怪物 自己以后还是不要太过亲近的好 金二人说得高兴 费戒皱着眉头说道 肖恩是何等样的人物 他早就已经算好了这些事情 我估计使团入北齐之后 他会要求在雾渡河那里停一个月 在北清方面的保护下 确认自己身体内没有余毒 才会往京都去换人质 我都配不出来这种能绵延一个月 定时发作的毒药 你们两个嘀咕再久 又有什么用 范贤与这位初次见面的大师兄 互相黯然叹气 颓败叹息 拱手告别 知道费戒说的是对的 陈平平轻轻拍了拍手 将还留在屋子里的几个人的注意力 收拢了过来 此去悲起 有四项任务 范贤坐了下来 很认真地聆听着 第一 确保颜冰云平安回国 接任一处职务 第二 在换服结束 确保两国协议成功之后 马上杀死萧恩 陈平平像是在说一件 很家常的事情一样 第三 执行洪秀钊计划 这个计划的详细内容 待会儿有案卷给你 第四 在完成前三项任务的基础之上 正和北齐方面的跌往 确保不会因为颜冰云的离开 而寻置情报工作的滞后 四个任务 一个比一个难 范贤脸色比较平静 内心却有一些隐隐的兴奋与不安 陈平平面无表情地转向严若海说道 相关的资料 你去准备好 然后范贤离开之前 你对他做个交代 严若海点点头 起身离开了房间 此时屋中就只剩下 范贤 陈平平 与费戒这三个人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之后 陈平平的双手 轻轻抚平 膝上毛毯的褶皱 脸上浮出一丝微笑 望着范贤说道 我相信 当你看见院外那个名字之后 就应该知道很多事情 五竹书说过一些 范贤微笑着 望着面前这位脖子老人 心里面涌起十分复杂的感觉 虽说自己的人生 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他安排着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 范贤生不起那种 一般人的抵触情绪 反而有一种很古怪的信任 似乎面前这个沁国 最恐怖的官员 是值得自己信任的 这是直觉 范贤一向相信 并且尊重自己的直觉 老五 陈平平闭着眼睛 皱着眉头 似乎陷入某种回忆之中 忽然说道 他的记性 到底好点了没有 也许该记得他都记得 不想记得他 都忘记了 废戒咳了两声 瞪了学生一眼 心想面对着院长大人 竟说这些玄之又玄的话 实在是很没有什么必要 很范贤 陈平平尖笑一声 搓了搓自己有些粗糙的手指头 这个问题 费界在范贤的大婚之夜 也曾经问过 范贤摇摇头 向上次那般回答道 听说去南边找夜流云去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不知道为什么 范贤似乎隐约听见了这个房间某个阴暗的角落里 有人发出了一声很遗憾的叹息 他皱了皱眉头 袖中的手指抠住了暗弩 三人此时谈的内容太可怕了 无论是谁听到了 对于范贤和陈平平来说 都是难以承受的后果 出来吧 陈平平似乎看见他袖中的反应 轻声说道 我向你一定很好奇 六处真正的头目是谁 随着这句话 一个人准确来说 是一道黑影 从房间的阴暗处飘了出来 飘飘渺渺的 魂不似凡人 这道黑影 飘至陈平平的身后 才渐渐显出了身形 是一位浑身上下 笼罩在黑布里的强者 范贤感受到 对方此时散发出来的气势 瞰孔微缩 整个人的身体都紧张了起来 然后缓缓放松 还见过对方 在遥远的十六年前 这个黑影一般的刺客 站在陈平平的马车上 像鹰损一般掠过 秒杀了一位神秘的法师 他就是监察院六处头目 从来不见外人 当然 你不是外人 那位庆国的刺客头目 没有说话 沉默地站在陈平平的身后 似乎对范贤 没有什么兴趣 陈平平的声音 有些嘶哑 接着费戒的话说道 除了五大人之外 他是这个世界上 最可怕的刺客 当然 也是最好的保护者 所以我才能够活到今天 黑影微微欠身 向这位轮椅上的老者的称赞 表示感谢 陈平平看着范贤的双眼 微笑说道 影子是五大人的崇拜者 追随者 甚至 他的很多技巧 都是许多年前 他年纪还小的时候 看见五大人的手段 逐步模仿而来 所以刚才 听你说五大人不在惊中 他有些失望 此时范贤再看那个影子刺客的眼神 就有些不一样 单单只是模仿五竹书 就能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这位庆国第一刺客 果然天分惊人 当然也说明瞎子五竹 更加可怕 费戒推着院长大人的轮椅 入了监察院后方的大院路 而那位影子又消失在了光天化日之下 不知去向了何处 范贤一步一驱地跟在轮椅的后面 心里面有些怪怪的感觉 那个庆国最厉害的刺客 和五竹书的风格还真是有些相似 他已经有很多天没有见到五竹了 虽然不会担心什么 但马上出行在旗 总想与最亲的人 见上一面 听众朋友们 感谢收听本集庆余年 我是剧中废戒的扮演者郭正健 更多精彩 尽在 第221集 这是范贤第一次进入监察院戒备森严的后院 这院落极其宽大 院墙外数十帐内都没有高大的建筑 所以没有人能够从外面看到院中的情况 与世人想象完全不同 监察院后面竟然是这样一个美丽的所在 四处可见青青草坪 树珠参天大树往地面散播着阴影 青石板路旁 小野花偶露青岩 监察院的职员在不同的建筑之间沉默来往 远于而看着那架黑色的轮椅 便会恭敬无比 勾身行礼 而每行一段距离 范贤都会皱皱眉 因为在那些美丽的假山下 轻嫩的矮林之中 似乎随处都隐藏着暗烧 竟是比皇宫里的防卫还要严密许多 熟悉一下 以后这院子是你的 陈平平很随意 很突然地说了一句话 那感觉就像是扔了一块馒头 给范贤吃一般轻松 范贤却是心里咯噔一声 虽然早就知道了这个安排 但还是没有料到 这老脖子会这么简单地说了出来 陈平平回头皱眉看了他一眼 摇了摇头 叹了口气 范贤不知道他为什么叹息 有几个问题 说来听听 轮椅停在一方浅池的旁边 池水透亮 可见水中金色鱼耳自在游动 陈平平双眼望着池水 科长安我得罪了很多人 但为什么郭玉士和韩尚书敢对我下手 难道他们不怕家父与宰相的愤怒 范贤看着陈平平那一头缭乱的花发 静静说道 东宫方面不是太子的旨意 皇后为什么要对付我 陈平平没有回头 挥了挥手 费介笑着拍了拍自己学生的肩膀 对于他的勇气表示赞赏 然后离开了水池边 范贤上前接过老师的位置 推着轮椅沿着小池走了起来 陈平平沉默半赏之后说道 你是逼我摊牌吗 您至少得让我知道 对方知道我们多少的牌面 还真是一个谨慎的年轻人 看来你猜到了一些事情 又害怕皇后是因为那些事情 在对付你 是啊 如果皇后真知道了 我猜到那些事情 那她对付我 就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也只能想到这一个理由 问题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我现在的力量 完全不足以抗洪东宫 敌人都是纸老虎 范贤没想到 会从对方嘴里听到这句话 会由大惊 紧接着 却听着陈平平淡淡地说道 这是你母亲当年说过的话 她当年还说过 我们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 在战术上 重视敌人 范贤有些想笑的感觉 想来这位脖子一定不知道 这些话的原创者 并不是母亲大人 而你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在战略上 过于重视敌人 甚至害怕敌人 所以做起事 都是束手束脚 向那日在刑部大堂之上 你就打算打将出去 难道还有谁 看对你如何 而在战术层面上 你有私存的太少 如果不是有院子 给你抹屁股 你静静后做的这些事情 早就足够你死几百次 范贤哑然 臣平平双手温柔地 交叉在大腿上 不要把东宫 看得太过强大 在这整个倾国中 没有真正强大的势力 包括宰相大人 包括你父亲范贱在内 暴力才是真正的力量 所以只有军方和监察院 才是真正强大的势力 陈平平抬起一只手 用修长却苍老的手指摇了摇 不对 在整个倾国 只有一个人 是真正强大的人 是皇帝陛下 不错 陛下可以什么都不管 只要他的手上 还掌握着天下的军权 随便百官后宫如何折腾 他根本都懒得台下眼皮子 还真是位很清闲的皇帝 陈平平搓了搓 有些发干的双手 缓缓说道 监察院是陛下的 我只是代官而已 将来 你也只是代官而已 保际这一点 范贤满脸平静地 望着这位 沁国特务机构的大头目 不知道传说中 他对皇帝的忠心 自己究竟该不该去怀疑一下 黑色的轮椅 已经绕着那方浅池走了许久 水中那些金色的鱼儿 都看得有些晕 缓缓地沉到了水底 不再理会池边的 一老一小无趣二人 开始用鱼嘴拨弄着细沙玩耍 监察院的官员们 远远看着院长大人 与新进才揭开身份的 范提斯密谈 自然不敢前去打扰 时间总是过得很快啊 你谎言 你母亲的儿子 也这么大了 范贤一正心想 这种说法真是怪你 什么叫做你母亲的儿子 为什么不直接说我去接了 我只是很遗憾 不知道母亲 究竟长得什么样子 全天下 只有你母亲的一幅画像 是当初的国手偷偷画的 最后 那位大画师 险些被五大人杀了 那幅画 不会存在皇宫里吧 陈平平没有正面回答 只是悠悠说道 东宫方面 不需要太过担心 先前就说过 皇后的势力 早在十二年前 就被陛下处得差不多了 范贤知道那个京都流血液的故事 眉头微皱说道 为什么陛下没有废后 毕竟她是太子的生母 而且一向得太后喜欢 最关键的是 咱们的皇帝陛下 才到哪儿 去找一个身后 没有一丝势力 而且如此愚蠢的皇后却 范贤内心深处一片阴寒 唉 那个皇帝果然不是什么擅长 幸亏陈平平不知道 他在心里如此形容陛下 游自温柔地说着 我要担心 会被人发现你的身份 十六年前 那个婴儿的死亡 在宫中看来 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愚蠢的皇后 之所以此次会让韩尚书动你 只是站在太子的角度上 考虑问题 他那个时候并不知道 你是监察院的提司 只是愤怒于 你在花坊上 与二皇子的见面 我想斯南伯大人 应该和你说过 我要与这些皇子 走得太近 你难道以为 你们在花坊上的见面 这经历的贵人们 能不知道 范贤窘迫一笑 在刑部大堂上的时候 他是真没有想到 皇后是因为 忌惮二皇子的缘故 才要用刑部的烧火棍 来警告自己 当时还以为 对方是知道了 自己的身世 陈平平轻轻折下一朵 粉红的小花 小心翼翼地 别在自己的发烧 看着那朵花颤巍巍地 随时会落下 范贤赶紧用手指头 把老人的发病抿了抿 让花插得更稳一些 陈平平十分开心地笑了起来 轻轻拍拍范贤的手 折腾了十六七年 你终于入了京 终于长大成人 我也算对你的母亲 找个交代了 范贤一直很好奇当年的故事 忍不住问道 当年你们一共几个人啊 这问的自然是跟随母亲 想改变这个世界的那些厉害人物 你自己数一数 范贤屈指一数 微笑道 六个人 嗯 你母亲是一个 很了不起的人物 看来你也还算聪明 第二百二十二集 关于前一句 我很小的时候 菲介老师就已经说过了 估计他没有说过 我们其实都很想念你的母亲 从某些角度上说 她是我的领路人 有些意外 不过也能猜到一定 对斯南伯尊敬一些 对范家好一些 他们为你付出了很多 范贤微微垂下眼帘 当年能在那般鬼烈的情形下 保住一个小小婴孩的性命 能让宫里的人相信我已经死了 不问而知 父亲 一定付出了许多 我真正要防范的敌人究竟是谁 不可能是长公主那个疯子 当年她的年纪还很小 长公主 这是一个可怜女子 对于皇宫的人来说 小姐的光彩太过夺目 她一辈子都生活在你母亲的阴影之下 她自虚聪慧能干 为清国谋取了不少利益 却始终在陛下心中 记不上你母亲的地位 所以有些阴急生狂 至于敌人 没有敌人 没有敌人 陈平平轻声反复着 似乎是想说服自己 先知监察院 后长内裤 我想总会有些人会察觉到不对劲 您究竟想让我做些什么呢 你不是想做一位全臣吗 范贤宁静地看着陈平平的双眼 忽然开口 我想 我知道你要做些什么 我希望你要一直 装作不知道 我要做什么 虽然我对他们没有什么血脉之情 但我仍然不希望看见太多人流血 还吵着 而且流血这种事情 不往是愚蠢的人们 首先拔出刀子来 想划破别人的脖子 却不小心划到了自己的脖子上 范贤威慑一笑 他虽然尊敬并且信任这位老人 但饭总得自己吃 陆总得自己走 虽说入京之后 一直与这位监察院院长 保持着不见面 却默契地配合 对方为自己做了许多事情 但如果将来真有什么事情 导致二人产生了 不一样的想法 范贤会选择首先尊重自己的意愿 陈平平挥挥手 周梅说道 你以后要学会把眼光放开一些 不要总是监着一步一丝 区区观人 这区区精度 你要学会择户地配合 难道有将眼光放在天下 也许更高一些 范贤默然不解 你去吧 此去北齐 小心你一些 神平平咳了两声 将臂上的小粉花取了下来 用手指轻轻搓揉 小恩要死 当然 你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除此之外 那三项任务 你自己斟酌着办 如果情况允许的话 你可以尝试着打探一下 神庙究竟在哪里 毕竟这个时间 目前只有北齐的国师 古河曾经与神庙接触过 神庙 太突然了 我好像没有什么信心 虽然我骨子里 还挺喜欢冒险这种事情 你母亲当年 也很喜欢冒险 不过我倒真的 极少担心你的生死 如果武大人 教了你这么多年 你还不能活着 从北齐爬回来 那我会在你的葬礼上 表达对你的失望 老人微笑着 将手指间的花瓣碎末 洒在地上 粉咽一片 心想 告别了母亲最亲密的老战友后 范贤回到楼中 与严若海碰了个头 拿了一些卷宗 准备回复 好生研究一下 北齐方面又是一个异常复杂的局面 本来就算陈平平想借此事 让范贤真正掌控监察院 但如果范贤不愿意 想来也没有谁能够逼着他 去那个陌生的国度 但范贤是真想去 前世被囚禁在病弱的身体中 不得自主 今世被囚禁在离奇的身世中 不得自主 难得此次初始北齐 可以天高任鸡飞 海阔平瞎爬 范贤哪里肯放过这种 放肆一次的机会呢 所以他认真地向严若海请教 此次初始应该注意的事项 打听北齐方面 自己需要注意的人 严若海摇摇头 看着这位年轻的提思 似乎不知道为什么范贤 会如此热衷此事 北齐一向不稳 太后太年轻 皇帝太小 不过去年那场战争之后 似乎他们的京城稳定了许多 提思大人需要注意的 应该是三个方面 一位是河道人 一位是上珊瑚 还有一位 自然就是极少见人的苦河国士 河道人 范贤皱着眉 这个世界上并没有道教 为什么会叫河道人 严若海不知道 对方心里在想些什么 所以并没有解释 继续说道 河道人是后党高手 范提思去年杀死的成巨树 就是他的徒弟 上山虎 是北齐难得一见的虎将 一直在北边雪地里对抗蛮人 听说去年北齐战败之后 被年轻的皇帝调回了京都 提思大人此行北齐 一定要注意一下他 因为院里一直在怀疑他的尸门 至于苦河国士 身为天下四大宗师 应该不会涉入这些世俗之事 但是 苦河收了一位关门弟子 今年正式入室修行 提思大人明满天下 还是要小心一下对方前来生事 范贤一正 无来由地想起 前世小说里常见的那些妓女门派 苦笑问道 不会是女人吧 不知男女 只知道三个月来 这位大宗师的关门弟子 周游北极全境 声调了无数上品高手 甚至有传闻 对方便是传说中的天脉者 他看了范贤一眼 轻声问道 提思大人 知道天脉者吧 范贤感觉这个词似乎有些熟悉 忽然间脑中灵光一闪 想到小时候费介老师曾经提到过一次 后来在长公主的广姓宫上 偷听他与庄默寒大家对话时 也曾经听过一次 听完颜若海的解释 范贤皱紧了眉头 五百年才出一味的天才任务 上天的血脉 又不是地里中的韭菜 谈完一茶又来一茶 我不相信 院里分析 估计是北极方面 因为连年战败 所以需要塑造出一位 绝世年轻强者的形象 来增强国民信心 这比较可能 就像是院里这段时间 塑造我这个提丝形象一般 那人叫什么 海棠 我希望是个娘娘枪 但千万不要真是个娘们 二人又随意说了几句 最后颜若海平静地望着范贤 眼角的鱼尾闻显得极无力 小儿的事情 就劳烦提丝大人了 刑部大门口我就说过 我会平安把颜公子带回庆国 范贤出了四处的房间 一直在外面候着的王启年 赶紧过来 将范贤手上那堆暗宗接了过去 范贤眼睛望着前面 嘴里却对自己的心腹轻声说道 去北极 我是一定会带着你的 谢大人信任 此行北极 如果没有别的安排 倒真的是一趟镀金之旅 逍遥之游 这个世上 还没有哪个国家敢对使团下手 范贤摇了摇头笑道 带你去 是因为你是监察院里跑得最快的一个人 当然 除了宗追之外 感谢收听本集庆余年 我是剧中王启年和靖王爷的扮演者 图特哈蒙 第二百二十三集 王启年苦笑着 没有说什么话 他先前还跑到宗追那儿去续了半天就 他与宗追二人当年并称监察院双翼 只是后来王启年安于文士 所以职位渐区平凡 宗追一直大感郁闷 如今王启年成了范贤范提斯的心腹 宗追富有觉着 当年老友如今总算回复了一些光彩 大感高兴 那位三处头目冷师兄 早已等候在密室门外 看见范贤来了 也不多打招呼 感觉十分冷淡 推开密室门进去 忽面而来是一道清风 风速却不逊极 范贤眉头一挑 马上知道这种空气流通的地方 一定和炼毒的地方没有关系 冷头目看了小师弟一眼 忽然咧开嘴笑了笑 哎呦 身材不错啊 范贤看了一眼 自己这位刚刚相认的师兄 打了一个寒颤 心想 不会吧 马上又听着师兄的下一句话 冷头目朝着李坚大声喊道 标准 范贤一正 过不一时 便看见李坚有五六个人 推出一张大桌 桌上放着几个盒子 还有一件材质 有些古怪的衣裳 那五六个人看了范贤一眼 面无表情 也许是在三处 这种诡异的部门待久了 所以都显得有些木讷 但是仔细端详过后 几个人还是忍不住 露出了赞赏之色 对范提斯连连说道 身材果然不错 监察院三处这些古怪官吏 说范贤身材不错的意思 是范贤的身材很标准 刚好和三处研制出来的配件 能够契合 而不需要重新改过大小 意思就这么简单 范贤穿上那件衣服 皱了皱眉 想起来了自己五岁时 那个晚上 费借老师摸进卧室时 穿的好像也是这种衣服 这衣服特别耐私 防火效能有 但不强 能有效减轻 锐风兵器的杀伤力 但如果对手拿的是开山斧 小师弟还是躲一躲 范贤苦笑 将双手摊开 发现样式倒是 精中实心模样 只是后面多了一个 引着的连衣帽 将暗奴取了 冷头目一眼就瞧出了 他左手小臂上的那把暗奴 范贤叹了一口气 有些依依不舍地 将陪伴自己四五年 极少离身的暗奴 放到了桌上 冷头目看了看 他手臂的粗细 打开桌上一个盒子 取出一个样式小巧 浑身涂成黑色的暗奴 仔细安放在范贤的袖子里 调试了一下 又看了一眼 范贤刚刚取下的暗奴 什么破烂东西啊 七年前的型号 你居然也一直在用 够用就好 我很知足 冷头目向自己的师弟 认真解释 暗奴的构造和发射原理 这是连奴 不过体积太小 所以只能容纳三支 这三支上面用的 是甲四号毒 师弟应该了解 范贤了解 三处甲四号毒 是金瓜葛的毒印 剑血封喉 范贤小指微动 试了一下扳机的手感 周梅问道 我需要三丈的距离 只能保证一丈 三丈的距离 不能保证射中眼睛 咽喉或者是阴囊 至于你的匕首 是斐师伯最心爱的短武器 锋利无比 所以那件就不用换了 这里有些偏门武器 还有些辅助工具 由于不知道你此次需要进行哪些方面的任务 所以你自己挑一挑吧 范贤知道这次挑选对于自己在北齐的行动会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很认真地看了许久 最后挑了几样东西 却没有选择一种可以弹射出十丈高的攀墙爪 一位三处官员有些好奇 提斯大人 虽然下官不知道具体任务 但想来 总是不免要进北齐皇宫去逛逛 看有些什么好东西 顺手捞回来 那北齐上京皇宫的城墙 可不比咱们京都皇城矮 这话说得很天真 很单纯 很有王启年的捧跟风 惹得范贤笑了起来 他看看那个设计精巧的铁爪 摇摇头 没有解释什么 这个世界上比他还会爬的人 还没有出现 独咬这种事 费师伯说过 你的天赋远在三处人员之上 所以我们没有准备 冷头目又仔细检查了一遍范贤身上的装备 有些满意地点点头 范贤流着口水说道 可是我差材料 差哪些 猫扣子 深石马钱子南海章 猫扣子苦而太重 而且和你这次的计划不相配 深石马钱子都很常见 我现在身份 还真不方便托人大买这种东西 很容易引人注目 那再整点哥洛方吧 老师前年才实验出来 很有笑的一样 比马钱子好 但是深石一定要 我在淡桌的时候曾经试过 这东西好用啊 比毒剑的反应更快 师兄弟二人一说到毒药这种东西 就开始变得职业性亢奋起来 二人身边的三处官员也都是同类中人 于是围上前去 展开了热热烈烈的讨论 争论哪种毒药能够让人死得最慢 死得最痛苦 哪种迷药能让牌坊下住着的寡妇 马上变成刘经和尚最凶猛的动物 总之 监察院三处 是一个变态的部门 这里面住着一群变态的人 从三处出来以后 王启年发现今天范提斯大人 远不如平日那般沉稳 清秀的面容上 带着一丝亢奋的淡红 似是做了某些 试现 范贤眉飞色舞的说道 天天扮材子真是太辛苦了 还是在这种地方讨论一下 生活使用技术比较幸福 变态三处的变态老祖宗费介先生 此时正端着一杯茶 在长廊尽头似笑飞笑 略带一丝满足地看着自己的年轻学生 要不然你就留在三处吧 费介与学生一道往前走着 北齐不要去了 朝官也不用当 内库也不要理了 安安静静地过完这一辈子 倒也不错 范贤沉默着 知道老师是在担心他 你小时候很安静 但很清楚自己想要是 费介的双眼有些浑浊 淡淡褐色显得有些沉寂 入京之后 你的心房更加老 但是权力这种东西 是很容易让你迷失 你到底清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学生清楚 如果你想走那条 就要学会杀人 舍得杀人 享受杀人 学生又不是小变态 费介喳喳有些疲惫的双眼 咳了两声 这个世道很变态 你若不变态 又怎么玩转得起来 范贤在费介的面前 总觉得自己还是当初 那个拿着磁疹的小孩子 天天笑道 玩也算很多种嘛 对了 老师 为什么先前院长大人 看见我后会叹一口气 也许是有些失望 你不像小姐当年那么嚣张 好难不和女别 说完这话 他就拉着老师的手 往衣食居去了 今日定要大醉一场 反正整个京城 都已经知道了 他与监察院的关系 何必在避着什么呢 只是苦了后面的王启年 气喘吁吁地捧着一大堆卷宗 知道这些卷宗是绝密情报 哪敢怠慢 更不敢跟着去衣食居 饮酒作乐 只得赶紧喊了 自己属下的那些密探 前来小心戒备 满怀不安地坐着马车 开往饭府